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先開始的這個同學 有些是講過的 聽過的 他的笑話先說 轉至某一系系學會活動長 經過本人同意所轉載的 第一個 請問一加一等於多少 B就說二 請問一加一加一等於多少 B說三 請問一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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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於多少 等於多少 B說好難喔 A說這就是團結的力量 這講過了 好 那這個也是講過的 小明每天都一直喊 健健健健健健健 他媽媽問他 就大家去看醫生 醫生說這什麼怪病 醫生說這叫罕見疾病 好第三 小美有一天到大賣場 停完車以後 搭了一個很長又很暗的電梯 準備上樓 此時賣場的人員推著貨物進來說 小姐這是貨梯 你要去對面搭客梯喔 小姐回答 沒關係啦 我是見貨 是因為你們還沒醒 還是這笑話真的比較差這樣 好 所以你要建議那個學會活動長 至少辦學會的活動的時候 可能的場面比較精彩 上課至少不是這樣 所以有些笑話是看場合的 有個地方可以笑得很大聲 有地方完全沒有笑聲 另外一個是轉至某一個社的社長 也經過本人同意 所以你為什麼都不 都是這樣用轉的呢 好奇怪 好 小美天生的克夫命 克夫命是有人相信 有些人會讓她的丈夫遭到厄運 特別是死亡 但是這個呢 其實都是有問題的 小美天生克夫命 但是卻依然對結婚保有憧憬跟熱情 跟她結婚的人不是死於非命就是重傷 前前後嫁了八次 以前美國在文德時代的好萊塢巨星 伊麗莎白泰勒 好像也是七次還八次 她好像也沒人說她有克夫命 她有長結婚命 最後小美因為害怕坐牢就放棄結婚了 為什麼呢 欸 沒了 為什麼 蛤 還是這笑話就這樣 喔 對不起 她打在這裡 我以為這是夜頭 所以 因為政府禁止酒駕 駕九次 酒駕 所以她不能駕駕 她可以從第十次開始 還記得以前高中時期 班主任稱讚我是全班力氣最大的人 我很好奇為什麼她會這麼說 因為我沒有如此魁梧壯碩 結果班主任表示 因為你一個人拖了全班人的後腿 這班主任是好客氣 收錢的畢竟講話還是差一點 好 第三個 什麼位置的Wi-Fi收訊最好 夕陽下 因為夕陽無限好 這有那麼好笑嗎 我覺得這很low欸 比班主任的low太多了 好吧 夕陽下收訊最好 等一下下課了各位可以考慮 好 另外一個轉字什麼什麼的學弟 也經過本人同意 有一個男員工 他對女上司非常嚴格 動不動就要做這個做那個 有一天男員工真的受不了 就拿著辭乘到他辦公室 奮力的一摔 說我不幹了 女上司就問他 為什麼 這好講嗎 因為逼太緊了 聽不懂就算了 回家好好體會 好吧 我看到的時候我才覺得 這十八禁 這樣講你大家懂了 因為他說我不幹 然後他說因為逼太緊 懂嗎 這兩個這個字的意義 同字的意義的問題 好 第二個笑話 有一個太監他非常喜歡皇后 但苦於對方身份 於是太監就去求助太醫 太監就說 我好想皇后那個那個 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御醫說他有辦法 但必須收取50% 收取50兩費用 太監答應了 御醫就給了太監一包粉末 並說 你晚上趁著皇后在洗澡 在她褲子裡面 撒下這些粉末啊 當晚太監就照做了 皇后洗完澡穿好衣服 然後發現全身很難 很癢難難 於是去找御醫 御醫告訴他 這種症狀 必須要有太監的口水 才能治療 當晚皇后就去把太監 就去找了太監那個那個 隔天御醫就去找太監 要50兩 太監假裝沒這個事情 把他趕出去 御醫非常火大 一氣之下 就把粉末 就拿了粉末 將他撒在皇上的內褲上 你這個學弟怎麼都好喜歡這一位 我建議你跟這個學弟來往 保持一點距離 保持一點距離 好 有一天董卓為了測試 部下的中心程度 把所有部下 又是這種笑話 這我聽過這樣 這有好多版本 包括外國的版本 包括什麼 將所有部下聚集 並找來貂蟬 在他胸部上塗黑 並把燈熄掉 過了一陣點開燈 董卓大怒 你們這群窩囊肺 指著部下手上的墨水大罵的 此時董卓回頭一看 還是呂布中心 你們要多學點 因為呂布的那個手沒有黑 呂布一笑 牙齒全黑了 這種笑話 這種類型笑話 非常非常非常多這樣 好 自己聽過的三個笑話 小華放學回家的時候 看見小明站在電線桿旁邊抽煙 一臉愁眉苦臉的樣子 漢大滴小滴不停地從臉上滑落 隱約看到一些淚水 於是小華就問他說 你怎麼愁眉苦臉的在這裡抽煙呢 小明說 哥抽的不是煙 是金 你同學你能服務我一下嗎 他抽金他不是抽煙 所以愁眉苦臉的樣子 好 不知道抽金是什麼請舉手 都知道嗎 尤其游泳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游泳很容易抽金 我覺得這跟水一定有關係 二 小華在幫助完小明之後的隔天 這連續的 還有這種事 小華在幫助完小明後的隔天放學 又遇到了小明 他看見小明正伏著電線桿 跟著電線桿有關 站抖著 小明心想 小明這次一定也需要幫忙 看起來應該是觸電 右腳都被電到向後彎了 於是小華去旁邊摺一隻很粗的樹枝 用力敲一下小明扶著電線桿的那隻手 結果小明大喊 好痛啊 我只是鞋子裡有石子 你為什麼要打我的手 還好沒有第三集 就這樣 第三個是有一天早上起來 因為前一天晚上太晚睡的關係 我眼睛還沒完全睜開就進廁所刷牙洗臉 在刷牙的時候 突然間我覺得整個口腔間 除了平常的涼爽 更充斥的苦澀味 隱約感到一點點微微的顆粒 正在眼睛一看 拿到洗面乳了 買的是能有顆粒的洗面乳嘛 對不對 所以你的牙會比較的美白 因為這是美白的洗面乳 好 這是三個 好 這個同學寫得非常認真 他除了馬上寫笑話之外 他還寫了一個前言 首先訪問到的就是 就讀某某系大三的女生同學 他在高中的時候 城市幽默灰諧研究社的成員 悠悠這個社啊 太酷了 這麼講到這個我順便說一下 我以前一直希望在台大有一個社 叫笑話共和國 這講過了吧 對不對 你們這笑話有什麼 灰諧社應該 應該加入這個笑話共和國 或者加入笑話聯合國 真有人加入真好 對於笑話的認識廣泛 而且接納度高 因此表示個人喜歡一些參與 參和著適度黃腔的笑話 比如以下 這是女生同學 大三的 學生說 老師我今天會晚一點到 可不可以幫我跟主任講一聲 我要留在教室 跟班上一個男生做愛 真的假的 這4點44分PM 為什麼還寫這個 校服務 校服務是什麼意思 然後又換一行說 我剛剛不小心按到傳送 老師不要誤會 4點48分 這是一則圖片笑話 那你要附圖片呢 這哪看得懂啊 由網友截至糊塗女學生的手機 即時通訊軟體的畫面 同學表示 她可以接受無傷大雅的黃腔幽默 因為錯誤的斷句造成語意的錯誤判讀 我要跟一個男生做愛 然後是愛校服務 那個愛字完了就發出去了 校服務 是第二通發出去的 說會莫名其妙引起令人想入非非的情節 幽默之處在後頭又拐彎的發現 糟糕是我想歪了根本沒事 也許不是想歪了 是她故意要拯救自己啊 所以就故意這樣寫啊這樣 還請一下不要誤會這樣 這回斷句斷在這裡真的是蠻那個的 好 另外同學喜歡關於諧音的笑話 她認為在日常生活中的對話很好運用 利用諧音效果吧 你少一個字 或劇情變化調侃同學能增加對話樂趣 抑鬱體點嘲諷卻不流於眼表 好 Q 加油站 不喜歡顧用哪些功讀聲 A 油腔滑掉的 因為油腔會滑掉 這跟什麼怕今生是症 一樣對不對 推銷員說 先生請叫一下 先生 啊 你叫他叫一下 他就啊一聲給你 我發現這同學崇尚的幽默感存在於笑話當中 特別在有互動的情形下去展露口頭傳達的雙重意義引起的會心一笑 現在只要是會心就好啊 不要加上一個性那就很尷尬 好 這段可以不用閃掉 同學覺得比起笑話幽默感更從相聲培養起 特別喜歡 特別喜愛華都西系列 什麼叫華都西系列 有人知道嗎 華都西系列及台灣怪談 這些段子的相似點都談到歷史 又在這些歷史脈絡下 人的行為產生了滑稽感 OK 我認為這位同學某某系同學 因為本身秩序就在於跟他人談話 辯論裡頭尋找一些條理跟邏輯 因此對於互動上口頭幽默特別敏感跟引起共鳴 我們希望這位法律系同學將來能夠在法庭上 創造更多好的笑話 譬如說油啊對不對 你吃了這種油以後會怎樣呢 譬如說兄弟相對萬一被另外一隊買去了 他會變成什麼兄弟呢 這種 第二位訪問對象是社會系大二男同學 不小心唸出來 對不起 相較於前面同學提供的笑話 他就顯得敘述性 鑲嵌在一個故事裡 起初聽來是正常的結局 到中段就會開始令人思考匪夷所思的環節 最後來個粗意料結局 分析非常好 有一天阿公要開車走高速公路去台北找兒子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一提到阿公都好像覺得不是台北人 我有一個朋友以前住在台北 他說我這輩子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沒有阿公家可以回去 我說什麼意思啊 他說阿公家就住在台北 所以不像別人的阿公家呢就是什麼 有牛啊有田啊有小河啊這樣 他阿公家沒有 他阿公家好像就住在他家樓上 所以這是 所以各位這樣當家阿公阿嬤一定要搬遠一點 懂嗎 這樣免得你的孫子這樣抱怨 不要說老師沒教你啊 好要開車走高速公路去台北找兒子 阿嬤心想阿公車上的音響壞了 沒辦法知道路況 所以就在家打開收音機聽路況報道 一有狀況就打大哥大通知阿公 這個費用蠻傷的 你可以買一個手提收音機就擺在阿公呢 阿公那時代一定有這東西 我們那時代聽棒球賽 就是拿那手提小的電晶體收音機 懂嗎 老師在上課的時候我們同學就這樣 然後老師說你幹嘛 我們在聽棒球賽 老師說現在幾分了 你知道嗎 所以老師也很想聽啊 我們那時候不像你們現在 可以即時轉播什麼之類的 以前那才叫做球迷啊 你們現在還要一堆道具還要穿著衣服 還要音樂動動大動動大 你們好像這種球迷完全是那種 我們被外在控制 我們那種球迷是完全內在的 發自內金的球迷 好 所以打大哥大通知阿公 忽然間阿嬤聽到有路況發聲了 高速公路上有一輛逆向行駛 有一車輛逆向行駛請駕駛注意 阿嬤相當緊張 你應該知道這打結局對不對 馬上打電話阿公手機 阿嬤說老的啊 聽說高速公路上有一台車逆向行駛的 阿公憤憤的說什麼一台是幾百台啦 阿公就是逆向行駛的那一位 好 第二個笑話 那這個笑話比較長 從前有一個有錢人跟一個窮人 有錢人覺得日子過得挺無聊的 就無趣就跟窮人說 只要你能喝一口我家 潭魚裡面的潭 潭魚各位知道嗎 吐潭的一個盆子 那以前1970年代 尼克森到大陸去跟毛澤東 跟周恩來會談 那照片登出來就一個人坐一邊 然後中間有個小桌子 桌子下面呢前面就有一個潭魚 那是幹嘛的呢 那中共領導人 從那時候空氣就不太好 台灣也有啊 小時候我們都有潭魚 那潭魚呢就是中共領導人 或者老人家不一定中共的 台灣也一樣 那個氣管不好啊 什麼活動不好 然後就有一個聲音 非常噁心的一個聲音 然後啊 完了你就 噓 啪就進去你知道嗎 超準啊 林書豪都沒那麼準 我跟你說 那就是前林書豪時代的那種 通常男的 女的通常都比較含蓄一點 到中國大陸 我這次還看到有人是這樣 然後我就哇 好熟悉喔 好復古的聲音喔 噓 你看我就趕快閃開這樣 這通常都黏在牆上 一個黃黃的那種議題這樣 他們現在霧霾很多啊 這更糟糕 台灣現在還是有這種人啊 但是相對人比較少 或者我的長輩 大家都快死光了 我現在就變成長輩了 輪到我了這樣 好 潭魚 我給你一塊錢 窮人實在太窮了 於是就抱著潭魚 咕嚕咕嚕咕嚕喝了一大口 有錢人看的不亦樂乎說 你再喝一大口 就傷你十塊錢 還抱起來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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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完了 哪有那麼多痰啊 這也太誇張 好 有錢人驚訝說 我才給你十塊錢 你怎麼把整整罐痰給喝光呢 窮一點無奈說 因我咬不斷 這蠻噁心的這 才 下次同學不要講這種噁心笑話 尤其是課是在吃完飯以後上課 OK 接下來跟乞丐有關 跟食物有關 你這同學是幹什麼 我剛吃飽欸 我先看完 決定要不要講好不好 不要講了 講好噁心喔 等一下你好奇 你上來看好不好 真是 好 根據他的觀察 此同學對於 就乞丐跟嘔吐的關係 你覺得我要講嗎 此同學對於通俗語言 像第一則笑話中 運用到的閩南語 或者通俗的事物 例如一般人 不常掛在嘴邊的會物 誤會的會 卻能夠因為故事反差效果大 造成另外的 完全出乎意料以外的笑料 有些笑料不適合在 犯前犯後聽懂嗎 知道犯前犯後 兩小時之內不適合聽 往往雖然達到 極大的驚訝跟衝擊 對 老師就是被衝擊到 而幽默出自 令人措手不及之處 噁心啊 那不是措手不及啊 完全噁心 徹底的噁心 無量的噁心啊 從性別角度來看 男生對於笑話內容 跟言語的用詞 直接坦率成容易抒發出來 不拘泥含蓄 那是你同學啊 別跟這種噁心的人來吧 我跟你說 而笑話內容 也充分顯示出主觀意識 社會階層落差造成的戲虐 以及兩篇看來牽照窮人跟乞丐 PO一種侵略性 燒不叫 燒不叫前衛同學提供效 來得隨和 對 這種欺負窮人的笑話 又噁心的笑話 好 第三位訪問的是她的媽媽 每次我是覺得在講話的時候 每次講她媽的 這就非常的不好講 所以每次都要講她的母親 不然說她媽媽怎麼樣 她媽媽怎麼樣 有一次不小心講 人家以為你在罵人 我的媽媽相較於前兩位同學 取得笑話來源 並非是網路報章雜誌 都取自身的職場經驗 與顧客的對話交流之間 她媽媽在菜市場賣 菜市場的超市 講的是什麼 超市賣場麵包部的收音員 老師愛吃麵包啊 哪有麵包都是家庭主婦 或者阿公阿嬤 還有老師啊 老師屬於阿公嗎 可能也像 不過那天我拿一個東西給人家 然後那個我拿了就走了 那個人的朋友馬上問他說 你那個朋友 剛剛那個朋友是不是藝人啊這樣 你們覺得這很好笑嗎 好吧 所以他們的笑話是這樣 有一天一個阿婆來買吐司 媽媽就說阿嬤 你要買幾包吐司 阿嬤就說對啊 台語 媽媽說你要買幾包吐司 阿婆說對啊 媽媽就說沒有啦阿嬤 你翻成這樣老師怎麼唸啊 就跟你說幾包吐司啊 阿嬤就說 就跟你說 哎呀你翻成這樣老師怎麼唸啊 就跟你說幾包吐司啊 還一直問 漏喜 漏喜 什麼意思啊 好吧 就跟你說一包吐司他一直問 真是受不了 為什麼對阿就是一包吐司的意思 你要幾包 什麼意思 一包他說對阿幾包就是一包 幾包 啊 老師平常是跟我媽媽是講台語的 我媽媽有去這樣買吐司嗎 我現在要提醒她一下 免得到時候被人家罵 有一天兩個阿婆來買咖啡 呦 媽媽說來喔 小心燙喔 要拌語以後再喝呢 阿婆甲說 喝喝喝 恭賀欣喜的喝 有的人的好 是唸厚 有的人唸厚 我知道最近有聽到 過了一分鐘 阿婆甲跟阿婆倚在一旁 竊竊私語 阿那個小姐為什麼叫我們半年以後再喝 她不是說半雲以後嗎 聽成半年以後 阿婆的耳朵 這些發生在媽媽身上 與上年級阿婆的對話 充分顯示國胎與交錯造成的溝通不良 而產生的笑話 出生在民國五十年代的家庭的媽媽 對於閩南語的親切感 加深她對文化趣味形成幽默感特別深 此外 除了本身輕力的笑話以外 媽媽認為笑話的類型 多屬於發生在老人家人身上 因為知識格合造成錯誤的理解的笑話 你媽媽常常照顧老人家吧 大概是這樣 碰到人大概這樣很多 我就碰到老人家的機會比較少啊 或者這麼說 我就是老人家 每天照鏡子次數非常少 阿伯這天身子不舒服 媳婦聽聞後就叫阿伯去看醫生 阿伯看了醫生 護士給醫包藥說 要笑十二小時半天吃一次 於是阿伯領了藥 就坐在門口過了很久 媳婦覺得不對勁 趕緊跑到醫院 直接公公在那裡哈哈一直笑 媳婦就問她在幹什麼 阿伯就生氣的說別吵 醫生說要笑十二小時 我才笑四小時 好 這個蠻好笑的 將來你們就看到 老師在醫院門口大笑 你們就要提醒老師 老師 老師回家了 醫生說笑四小時就好啦 年輕老師喜歡的笑話做比較 四五十歲的婦女 對於日常生活中接觸人跟事物 請你媽媽那個笑四小時 應該也是聽來的 應該不是她碰到的 更有吸引力 若是需要動腦筋想一下答案 為什麼的笑話 可能就隱比他們的共鳴 比較淺顯易懂 好嘞 同學你真的是分析得很多 第四我自己喜歡的笑話 油啊油油啊油 油啊油過了一個山洞 就變成過洞鵝 過洞鵝 雞的哥哥是誰 是肉 為什麼 因為雞胸肉 有一隻蚯蚓看到一隻很白的蚯蚓 他從來沒看過那麼白又正的蚯蚓 所以想要去跟他認識 但白蚯蚓不給他電話 蚯蚓拜託了很久 白蚯蚓都無動於衷 結果蚯蚓的捧來就問他說 你怎麼跟 你怎麼一直在跟米苔木說話 不知道米苔木是什麼的請舉手 好都知道就好 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米苔木是什麼 覺得那不就面嗎 像第三個笑話一開始看起來正常發展 最後一幕被第三者來個無心插柳 柳成茵的笑話很喜歡 特別的三個笑話都將動用的擬人法套上生命 讓笑話充滿童趣跟生動 屬於沒有殺傷力的笑幽默 好 所以今天的笑話就先這樣 那就是馮夢龍到了明朝末年 萬里年間 馮夢龍 馮夢龍呢 因為他這個有時候會寫 莫憨哉主人 不願意透露真的姓名 像各位上網一樣 所以各位的做法 其實在明朝末年 早就有人這樣做 這完全不稀奇 那馮夢龍這套書呢 叫校府 有時候也有別的名字 因為馮夢龍的那個全集 很早中國大道就印出來 照以前的這個木科版印出來 那這個是由這位魏童賢先生主編 總共有很多本 那在第十三本的時候 第十三卷 它有一個影印說明 說校府十三卷 共計五百九十五則 人家寫了五百九十五則 你就相信人家寫五百九十五則 好了嗎 不是嗎 我的老師告訴我做學問呢 人家說什麼 你最好能查對一遍 因為是會算錯的耶 我就把它查了一遍 發現是五百九十九則 然後我怎麼算的呢 我下面給你看 你可以查證我的算法 懂嗎 所以這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 很多人讀書呢 就是人家講什麼 你就相信什麼 這就是不會讀書 會讀書不會做學問 做學問呢 你要在人家講的地方 稍微查證一下 查證呢 有時候花個半天時間 甚至更長時間 你證明人家是對的 但是呢 運氣好的話 你可以證明人家是錯的 那你就是對的 好 分裝成四冊 那穆罕齋主人 有一個序 等一下我們講這個序 非常有意思 那有的資料 就把這個書名叫做廣孝福 通常廣孝福就是 征定版的意思 或者什麼第二版的意思 Mark II這樣 各位玩電動都有什麼第二版啊 或者什麼新版的這樣 它總共分成十三類 幾乎包羅萬象 我覺得它基本上是 笑話社會學 幽默社會學的始祖啦 因為它覺得 笑話幽默跟這個世界 跟人際關係 有很大的關係 笑話不是純粹為了笑而已 所以請看一百三十四頁 不對一百三十五頁 對不起 校府的序 這個序呢寫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幽默而有趣 基本上呢是文言文 但是你其實也聽得也看得懂 不需要太多翻譯 外籍生或者交換生可能有點困難 但是基本上學過一點 台灣的中學的國文程度 大概沒問題 古今來莫非話也 古今都是靠話來建構的 這要講起來就非常後現代 都是discourse 話呢莫非笑也 只要是話大概都值得笑 都有好笑之處 那這個呢是模仿那種古書的 就開頭的語氣 兩儀之混沌開辟 這個在《易經》裡面說太極生兩儀 太極呢就有不同的說法 道家道家說法 《易經》為中國文化之源 所以各家大概都從《易經》取得一些智慧 那這個兩儀就是錢跟坤 這樣子的呢 所以呢從這個最簡單的兩儀混沌開辟 道烈聖之一讓 烈聖到底是不是一讓 傳說謠傳給順 是靠散讓 順傳給羽也是靠散讓 可是羽呢到後來 就傳給他兒子 靠的是傅傳子 就不是看誰有能力 誰能敢不是 是看誰的血統的問題 所以從羽以後 中國一直到了孫中山 才有這個後來的散讓政治 就是現在的選舉 不是靠血緣 而是靠能力 當然現在你也發現 其實大部分也不是靠能力 是靠關係 那那關係裡面通常都還有血緣 各位如果對台灣的現象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本書 叫做《總統的親戚》 這本書非常厚 這講的總統不是現在的總統 是兩任以前的總統 李登輝總統 他告訴你一個殘酷的事實 說現今台灣的掌權的人 跟掌握經濟大勢力的人 基本上出自好像20個家族 沒有超過這20個家族 你以為你可以當總統 你看看 你去看看這本書 他從哪裡研究 他從富文研究 這些有錢人之間的那種 關聯之深 那是你想像不到 有錢人跟有權人 那不是富二代官二代 不是講中國大陸而已 全世界其實都這樣 不是只有台灣 其實嚴格來說 不是只有台灣這樣 美國民主國家 你看總統的兒子還當總統呢 布希要講老布希小布希 加蕾可能還講迷你布希 迷你密不是嗎 真的啊 他們是德州的世家呀 不是台東的世家 台東世家跟德州世家不太一樣 不是口味不同而已 這不太好笑嗎 好吧 我希望看電視的人 不要寫信來問我 尤其大陸人 請問台東世家跟德州世家 為什麼不一樣呢 上網查一下台東世家 好吧 他們會不會不知道 我越搞越糊塗 算了 跟貴族世家更不一樣 那完了 我又增加一個他們困擾的地方 貴族世家是牛排店 我先講 然後德州世家是布希家 台東世家是個水果 你可以上網查一下 台灣的水果很好 希望大陸同胞多多享用 謝謝 順便替農產品做宣傳嘛 對不對 將來誰知道發表 我做農什麼 農糧署的署長什麼之類的 好了 那烈勝一讓 當然烈勝一讓 也有人說 這個一讓故事 當然都是造出來的 其實不是一讓的 好 這是不同的說法 珍珠見者其誰也 哪有人靠打仗的啦 其以劃之而已 這都是說的嘛 人家說的嘛 或者意識形態嘛 告訴你它是靠善讓的 後知化今亦由今知化習 後來人講到今天 就跟今天人講到以前一樣 畫之而一知可笑也 畫之而性之有可笑也 你還把過去的事情都當真 這真可笑 不 你講了你還懷疑他 這是反話呀 你講了你還懷疑他這真可笑 不然你還講幹嘛 可是你講了你不懷疑他 這更可笑 那哪一個都可笑 所以他告訴你 真的要相信嗎 你會讀的話 這句話就告訴你 不要相信這些人 講的這種人義道德 全是假的 全騙你的 好 接下來就講到 經書直史 鬼話也 我這話一講 讀書人就不敢讀這本書了 經書直史 這是讀書人的這個飯碗 開玩笑怎麼能夠污蔑劣勝 竟然說鬼話 鬼話也而爭傳焉 為什麼爭傳 很簡單 就是因為考試 你不考試誰念 你不考試誰念 除非你寫得像九把刀一樣 銷售一空 那就有人念 鬼話也 這裡 經書直史鬼話也而爭傳焉 師父文章淡化也而爭功焉 師父文章不重要 可是大家都希望把文章 把這個詩跟父越寫越好 在唐朝 你要是不會涌出一段一首詩 那你就完了 你涌出一首詩 你不有名也完了 全唐詩多少本啊 你光看全唐詩八本十本 現在到圖書館去看 天哪 大部分都李白杜甫這些人寫 李白杜甫寫了多少 你會背多少 其他的都是你寫了也沒人理你啊 懂嗎 你就收在全唐詩也沒人理你 我最誇張的是買了一本中國狀元字典 好大一本啊 那麼大一本 中國狀元的中國大陸出的 沒有幾個你認識的 可是當時考上狀元的時候那還得了啊 家門多姓啊 現在對人類社會 對中華文化有啥偉大貢獻呢 狀元 每一年考試 這幾年我比較少注意 都還有什麼 假組狀元 第一類組狀元 出自什麼學校 都還有來這套 中國大陸也有啊也來這套啊 我們還活在那種地質影響之下 好像覺得不是狀元 就沒什麼報導的價值 我覺得真的是有一點誇張 雖然當事人有時候也很尷尬 也很尷尬 被稱為狀元 因為他就是考得很好嘛 就這樣子嘛 然後後來狀元有很好的表現嗎 變成總統嗎 並沒有啊 狀元有拿諾貝爾獎的嗎 你可以研究一下 拿諾貝爾獎的有多少人曾經是他們班上功課最好的人 或什麼 在哪個階段最好 國中 國小可能 國中也可能 到大學大概就不太可能 好啦 這是淡化而真功焉 季 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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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相孝 您有以时 孝来孝去 不会有结束的 都有值得孝之处 所以第三段 这个段是我分的 原来并没有分 孝福即孝化言 孝福是一个房子 通常是大户人家房子 才叫福 十三篇 游曰伯乎云尔 虽然那么大一篇 但是其实还不够 他的情史那本书 就是孝福的两倍篇幅 故事特别多 所以孝化故事 他还算收集的少 所以他虽然十三篇 别人已经连后来的 孝林广记都比不上他 他所收集的孝化 到目前为止 大概是除了侯宝林 那个民国初年孝化选之外 大概没有择数能超过他 或月之而喜 有人读了会觉得很高兴 请勿喜 请你不要高兴 或月之而撑 有人读了很生气 你就不讽刺我吗 你什么东西 请勿撑 你也别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古今世界一大孝福 古往今来不就是一大孝福 我与若 若就是你 我与若皆在其中 我们俩都是活在其中 我笑你笑 我就笑一笑去呗 别在乎了 工人画饼 不画不成人 不孝不成画 不孝不化 不成世界 就开始讲这种 布袋和尚 无实乎 布袋和尚呢 就是那个露出肚子来 长得肥肥胖胖圆圆的那个人 那个人后来又被叫做弥勒佛 因为两人在外形上极度类似 那中国传统那个人叫布袋和尚 然后弥勒佛呢 又被某些宗教认为掌天灯 现在轮到他了 所以现在弥勒佛是天界的主宰 他们在那上面也是轮流当的 不是一人做到一辈子 这是中国的民族宗教的一个世界观 好了 那第一个笑话 第一类叫做古艳布 你听着看这两个字 你以为是古代的艳丽的故事 飞也飞也 你看他怎么说 莫罕子曰 古艳云者 言从古所艳羡 就是古人从古到今天 都很艳羡的事情 都很这个认为 有很高价值的事情 立洪观修 乘金测肥 这讲马 或者这个是 应该是装饰吧 这我也不太清楚 人亦孰不欲富贵哉 所以其实就讲富贵 富贵就是从古到今 人所艳羡的事情 所以处富贵者 物为人孝男儿 你既然怎么样发财 这很多人发财故事 是很可笑的 习某翁有三子 他自己就先讲了一个笑话 所以有一个老头啊 有个老先生 有三个儿子 翁且死快死的时候 老头快死的时候 命之言至 说我快死了 你们说一下 那我死后你们要干什么 博约 博应该打错 应该是博仲淑记的博 应该是人字旁一个白 博约 愿堆金百万 你死以后我就堆金一百万 众约 愿立官台顶 去当官去 记就是第三个儿子 愿生大眼一 我希望有一双大眼睛 有什么意思 这人显然看过 The Great Gatsby The Great Gatsby 一个重点 就叫那个大眼睛的招牌 翁亚之 说为什么要生大眼呢 纪约 第三个儿子说 我须大着眼 看他富贵能几时 这catch word就在 punch line就在最后一句 我就要生个大眼 看这些人富贵能几时 看他两个哥哥 呜呼庆吊同门 如之河不至谨也 说哎呀 这个讲得真好 这些人富贵能富贵几时 中国人一直相信 这个信念呢 有时候是很可怕 说富不过三代 为什么富不过三代 因为大部分人都为富不仁 大部分人都为富不仁 不是靠正经的方式 赚到自己的 所以富不过三代 没有积德 成了一个沙拉油公司 成了一个油厂 你看多么有名 结果呢 沙拉油没有沙拉 花生油没有花生 辣椒没有辣椒 真是 好 第一个叫土地 土地是讲这个土地宫 我们在台湾叫福德正神 有的土地宫庙好小 台湾在田边 就是一个小庙 就是一个土地宫 顶多遮风避雨的 那有的土地宫庙很大 所以就算土地宫也有这个差别 一官贪圣 一个很贪官 任满归家 官当完了回去 其家中多一老手 一看 家里多一个老头坐在那 这应该有画面 就更好了解 问何人 您谁啊 答曰某县的土地 我就是你当官那个县的土地宫啊 说那你何为来此 你怎么就来的呢 答曰地皮都被你瓜江来了 叫我如何不谁来 你收刮地皮嘛 那我是管那地皮的嘛 那地皮到你家了 收到你身上 我当然就来了 这讽刺那种收刮地皮的贪官 你看讲得多么的含蓄 没有任何人的问题 是官 是神 连神明都没办法呀 你刮了他他还是来呀 另外叫青芒 台语叫切眉 这个有些台语是有古音的 有古义的 一个青芒人射诵 自述眼瞎 说他眼睛瞎了 官曰一双青白眼如何炸瞎 有的人眼睛瞎了 可是看起来是那个眼白跟眼 眼黑眼珠还是看得到的 他觉得他是一双青白眼 你怎么就炸瞎 还好不是日本料理店 日本料理店一直有炸瞎 你还说你瞎 开什么玩笑 答员 这句话的关键就在这句话 老爷看小人是清白的 小人看老爷是糊涂的 这就骂到老爷了 你看我眼睛清白 我看你是糊涂官 这都骂官的 中古代好像没几个好官 所以一旦有好官的戏曲故事 大家都感恩戴德 谁呀包公啊 包黑子啊 为什么呢 他就是正义啊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 他敢做这事 如果中国历代都有这种人 哎呀 中国早就不知道发展到什么地步 中国历代到现在民主时代 大家碰到官 还是让三分呢 还是让三分呢 传闻中的某县的县长 还是某市的市长 然后去官说他的那个市民的那个 不是就凶得很吗 然后最后也被判无罪啊 被判无罪啊 那当警察怎么办 执法的时候看人长官来 替人家官说 或者民意代表来 你不认得我是谁吗 可怜的警察 还得有一张升官图 看一下到底委员都是谁 对不起委员 我照一张相 我都搭配一下 看你是谁 哎呦通气犯 除非这样 不然的话谁认得委员是谁 那你要是一个人 一个立法 民意代表 就专门替老百姓 作奸犯科的事情讲话 那执法的人员 会认证执法吗 我执法有个屁用啊 他到时候找个人来 就就就小罪就就侵犯了 那我干嘛去抓这种小罪呢 又被人家讨厌 那你的长官也说 哎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 那像老师现在的状况 就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 这样的话 我的那个非闻症 就不会很严重这样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样看起来还是可以看得到 我本来要去买一个那个眼罩 你知道吗 我发现这样太酷了 各位以为我是化妆舞会 真的不是 好另外一个太监啦 太监当然也都是人家讨厌的啦 太监几乎没有好故事 太监你知道吗 太监其实蛮可怜的啊 通常都是为了家里的经济啊 养不活了啊 自己就自工啦 就到宫里去做事 然后可以赚一点钱给家里 可是家里呢 又认为他自工了 所以不能继承的 所以连那个主谱都不能入啊 所以太监基本上是一个苦人 穷苦人家孩子的 一个不得已的出路 好 镇守太监官风 这个官风呢 我特别查了一下 清代学政跟地方官到任的时候 命题考试子 所以那命题不是有个点试委员的 就是他来考啊 就叫官风 官风一方面就看啊 出题以后来看这些这地方的文风 胜不胜 他出这个题人家做的出来做不出来啊 这个地方文风胜的话就没问题 好他官风出了一题叫 后生可畏焉 这是从论语里面出题 后生可畏焉 焉知来者知不如今也 四十五十而无闻焉 思义不足为也已 说这些后生是很可怕的啊 你怎么知道未来人不会比现在人好 未来人当然比现在人好 可是呢 现在人都认为未来人不会比现在人好 四十五十而无闻焉 这些人到了四十岁五十岁 还干不出个名堂来的话 这下一代 那就没有什么好 那这个后生就不可畏 所以后生可畏是有前提的 好 那他要出这一题 众俱孝 大家都笑 哈哈哈哈 没有怪笑 党问其故 说这怎么是这样的 这个党应该就是指这个太监 教官秉约 很严肃叫秉 对上 诸生以题目太难 求简得一字也好 这题目太难了 你是不是就少一个字 这考试跟少一个字有关吗 你不觉得这个都 这问的人也笨 回答人也笨 党校约 既如此简后字好 叫生可畏焉 只做生可畏焉吧 这是理性不成题目 什么叫生可畏焉呢 后生可畏还可以了解 应该是把焉字去掉 焉字去掉不就被焉了吗 焉 宽冠 太监 焉 懂吗 这里面蕴含着这个字 好 第二个叫做辅留步 说人有横言 辅如辅如 读书人 连西大人都骂嘛 历代读书人 基本上没几个好人 没几个好人 但读书了 不是本来要明理的吗 是 可是读书呢 常常一旦读书了 掌握了权力以后 他就实随之谓 忘掉自己的出身 忘掉自己读书 是为了什么 然后开始追求荣华富贵 到现在还有人是这样 我只能这么说 好 所以呢 俯如俯如 言 朽败不认也 这个就是 不是没有尽到你的责任 朽败 朽败不认 何以如为 那朽败不认 怎么还是读书人 还是个如呢 圣国屈民 圣国屈民呢 是八仓九如十盖 这个好像是在元朝的一个分法 所以还在昌之后 在盖之前 儒的地位非常低 伏列于昌之下 盖之上者 今之如是矣 这就讽刺儒了 直视可惕可悲 真是可悲啊 岂止可笑而已 所以腐留 腐留就是讲读书人 腐败的读书人 当然有好的读书人 但真的非常的不多 非常不多 老童生 第一个 老虎出山而回 这讲老虎的故事 老虎是动物 今天老师学到 呼肚鸡 这个老虎 笑话里面的动物 都会讲话的 说哎呦肚子饿 齐挡约 其他的老虎了 就问他 今日顾不遇人 哎呦你出去了 你一个人都没碰到 你怎么倒霉啊 对约 遇而不识 碰到了 但是我不吃 问约 为什么啊 问旗顾 对约 使一和尚来 应造少其不吃 造其不吃 第一个是看到一个和尚 和尚他身上有怪味 我不吃 这老虎真的是有品味 刺一秀才来 后来来了一个秀才 因酸气不吃 秀才都很酸呢 Cynical 英文叫做 最后一同生来 意不成实 为什么同生不实 同生就是那考试 一直没考上 考成一个同字 你就知道这应该是个很年轻很年轻的青少年 甚至比青少年更小的 但是通常有老同生 就考了一辈子都没考上那种人 约怕咬伤了牙齿 老虎怕咬伤了牙齿 墨具旧云 筋骨老您不堪食 少运戒 年少同生 须仔细防老虎 怕你小时候当同生 当到一辈子 我有一阵子 礼拜二吃饭 非常倒霉 没吃到一家好的 结果有一天就吃了一家牛排 在 就是大家常去那个巷子 千万别讲出来 免得到时候 要剪掉这段 这段不值得剪掉 不要剪掉 我去吃叫了牛排 价位还蛮好的 我不是因为价位好 叫了牛排来吃 他说烤肉饭 我以为是日本那种烤肉饭 或韩国烤肉饭 肉薄薄的很好 喝来的是牛排 看起来很 很有物超所知 CP值很高 照样的说法 我怎么咬咬不烂呢 咬得我这样 觉得像咬口腔脑咬好久 你知道吗 所以他切了五块 我大概只吃了两块 其他我全部就咬咬咬咬咬 就吐出来 咬不断的 老同生啊 老虎吃老同生 大概就这感觉 当时我脑中就浮上了这个笑话 好 第二段 县官考同生 傍晚忽闻长脚喧闹 古代考试在国子间考试 这当然古代得在某一个时代了 中国那么大那么久 所以古代也不是尧顺的时代 到北京去有国子间 国子间是管考试的地方 国家考试的地方 现在我们有国家围场 在木栅那边 你考一些国家考试要到那去考 不是在台大住个场地考的 那那个以前 他们吃了拉叉睡的 都在国子间里头 一个小的 有点像 有点像K书中心的那样子 一张桌子 比那个听说大一点 有些人画了图这样 好 忽闻长脚喧闹 问子 童子丙云 童子 门子丙云 童子拿插的拐杖在那儿认 就是为什么那边吵架 什么喧闹什么事 说有一些同生在那边 在找自己的拐杖 结果拐杖搞不清楚了 所以这也是老同生 常常有的问题在台湾 不是这种 是那种下雨天出去 你买的新的伞就不见了 我有一天买了一把很好的伞 然后就进到一个餐厅吃饭 然后进去 刚好下雨 等我出来 雨停了我出来 我的伞就不见了 有人就笑我说 你看 谁叫你买那么好的伞 我说这社会真奇怪 为什么没有人跟着骂说 那家伙不要脸 买不起一把伞吗 还得偷人家伞 买不起伞 还在这种餐厅吃饭吗 对不对 真是 各位冤有头再有主 不要责骂丢了一把 只有十分钟缘分的伞的人 虽然我只认识到十分钟 但是 我爱的是那个贵 我好不容易花了那么大钱 去买那把伞 我就撑头 结果那人显然跟我有 一样的眼光 所以不用太难过 因为旁边还有伞 他就不拿 就拿我的伞 他绝对不拿那种 同一个颜色那种伞 看起来小离小气的伞 好另外讲生产的 辟育的 一试一个读书人 旅科不立 每次考试都考不上 齐齐数换难产 他太太呢有难产的问题 就卫夫曰 种这一节 与生产一般艰难 说哎呦 你考试好像跟我生产一样困难吧 这太太要安慰先生 先生说 试曰 你确实有在肚里的 意思是说 哪呀 你那个比较容易 我这困难 因为你肚里有东西 他肚里没东西 很多人只为了考试啊 你看现在 重庆南路书店 在我念书时候 那书店真的是卖一般书籍的 很多家店都卖差不多的书 但还是都开 现在呢一家一家的倒 现在书店呢 就是我以前 有些就是我以前知道书店的名字 但是呢 里面卖的书完全跟我时代不一样 里面一楼卖的书 全部是考试用书 全部是用玻璃纸 用了包起来 然后包了五本六本书 然后一卖就卖一万多块 如果你要考国家考试 考任何什么公家考试 你到那里去 他马上就告诉你 啊你要买这一套这样 如果你要补习 补习班也卖你一套 那个都三四万 都是好几万以上 不是三四万好几万 那真的是 我的奖医一毛钱不要 要者非常少 你看今天还有剩 每次都印了已经很少了 还是有剩 好一百三十七页穷秀才 有初死见明王者 明王就是颜罗王了 我们现在是这样说的 他刚死案 明王为其生前受用太过 盼来生作于秀才 予以无子 这人就说 哎呀我下辈子再来的话 可不可以让我 这个做一个秀才 然后给我五个小孩 这个你看 这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 这个盼望 只希望做个秀才 秀才在古代考试 是很低的一个第一关 利丙曰 此人最重 不应如此善减 说这个人罪过很大呀 你不该给他这么好的福利 跟元王说 王孝悦 一个穷秀才许多儿子 活泪杀他爸 说他 这应该不是福利吧 这是惩罚吧 一个穷秀才养五个儿子 那哪养得起啊 这种穷读书人 生了一堆小孩养不起的故事 在近百年内 好像日本也有过 那个中国也有过 就是生了孩子太多 然后薪水太少 所以穷读书人 真的是很辛苦的 这种故事都有 好 那有些读书人 当然你在北京大学 民国初年 我研究那一段 民国初年 北京大学很多教授 尤其名教授 每人家里 都有一个老妈子 连逃难的时候 都老妈子跟着跑 真的是生不逢时 穿越的时候没算好 穿到现在来 送辟 这个骂人的话 一世死见明王 他这个读书人 死了去见明王 亡呼杀一辟 这个是那种辟分笑话 屎尿笑话 这有一个英文字 你一定要学到 Schatology 就是讲死份学 听起来好像很大 没有 讲笑话的人 特别是某些年纪的人 或某些团体 非常喜欢讲死份笑话 不要小看死这件事情 人类的文明就在于 会不会处理死这件事情 有一次 有一个单位的人来 请我去 他们那个 要成立的单位教书 我说不可能的啦 我现在学校教书 你当时教书 而且你们地方太远 一个机构 我说不可能 他说那我们可以把你 列在选课名单 我说可以 但是我猜不会有多少人选 那很早以前 我看爱情社会学的时候 报纸虽然报道过 结果他们就要调查 说老师我们要做一个 很不一样的 那个老师的介绍 其中有一栏要介绍 我最近在读什么书 我说 最好不要告诉你 老师老师不要这样 你最近在读什么书 他以为我不读书 我最近在读的一本书 我说拿给你看好了 我说我不敢讲 这样 英文 有英文本 我看的是中文本 中国大陆翻译的 英文叫做History of Shit 中文就叫史的历史 中国大陆叫史的历史 我不知道台湾有什么翻译 就讲厕所啊 卫生啊 等等 还有跟笑话啊 什么有关的这样 我也买过那种英文书 或中文书讲Shit这个字 还有英文中的脏字 我觉得这很有 对我个人来讲 非常有趣的字 和有趣的 有人出书啊 有人研究啊 后来我的书架 我的研究室 就常常有一些什么 东亚的厕所啊 厕所大不同啊 马桶啊 什么之类的 我就有这些资料这样的 那很多人就觉得 你怎么会对这有兴趣 我说倒在腻尿啊 庄子说的 确实啊 这个跟公共卫生有关系 你知道吗 十九世纪的时候 你在巴黎街头走 或是在伦敦街头走 有的时候你头上会飞来 人家倒出来的尿跟屎 这是不到两百年前的事情 那现在都有公共卫生下水道 这是人类很大的进步 所以那天才会对于 刚刚讲到那个 北京的马拉松比赛 竟然有人就在 中南海的红墙门外小便 真的是格调非常的低 第一个不是说 因为它中南海的关系 我觉得马拉松的选手 应该马拉松选手的素质 第二个主管单位 如果知道这些人需要厕所 他就应该排流动厕所 因为那样真的很不好看 很不好看 而且不文明 这跟屎有关系 屎尿有关系 好了那大家就杀一屁 市集供依尽辞约 这个市就很会拍马屁 说福威待望 高耸尊臀 屁股翘的高高 红轩宝屁 屁叫做宝屁 你就放了一个宝屁 依稀丝足之音 仿佛蓝色之气 不就是一个屁吗 他觉得屁跟管弦乐一样好听 然后呢还有香气 这会拍马屁 王大喜啊 命牛头主引去别店 太好了这人太厉害 来来来带他到别店去 优待他 赐以御宴 给他吃一顿好吃的 至中途 显然要走一阵 事故牛头主曰 就跟这个压解他的牛头啊 就说啊 看如两脚恶恶 好是天边之月 双眉炯炯 浑如海外之心 你看做对着做多好 要巴结这个牛头 足以喜慎 好高兴啊 扯事一月 带王欲宴尚早 先在家下吃个酒头了去 就这样好了 带王的宴还没开始 先到我家去吃去 酷化好于情状 就完全可以描绘出来 这个人真的是拍马屁 拍到家 然后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相关的 所以秀才死见明王 自成文才圣明 我这个人文思敏捷啊 你出个题我马上会做 王偶杀一辟 事急尽词云云 王习啊 命严寿一年 这个说好 多给他一年的阳寿 至其死 父义王 世王退崖 一年后死了 来 来了刚好 那个言论王没在办公 鬼族抱有秀才求见 说有个秀才啊 来了 王问何人 谁啊 鬼族约 就是那个做屁蚊子的秀才 大家都看不起他 叫屁蚊子 好了那接下来这故事 车印 囊营读书 各位小时候可能都读过 这个伟大的故事 因为他家穷 没有蜡烛 所以就去找了萤火虫 装在罐子里 还什么里头 反正就这样照着可以读书 孙康 我们姓孙的 印血读书 也是没 没钱读书 没钱买油灯 就靠着那个雪光 那没下雪的时候 他怎么办呢 还有那雪光 会不会太刺眼 会得 非文症呢 我们的祖先都不好 爱惜自己的眼睛 一日 康网拜印 康去拜这印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 当然不太可能认识了 但是笑话 不遇 没碰到 问何网 说去哪了 门者曰 出外捉萤火虫去了 说去捉萤火虫 后来 这捉萤火虫的人来印 达拜康 古代人人家来拜访你 你要回拜的 回拜 然后见康 闲利亭中 说 他怎么在庭里面站着呢 康网说 何不读书 你怎么不读书呢 康网说 我看今日这天 不像个下雪的 因为他没雪 他不会读书的 这是讽刺这些人 孤名调狱 这个读书还得看什么 好 接下来这段 叶孔庙 孙老师今年 去了两次 孔庙 一次是北京的孔庙 一次是屈父的孔庙 有以财入判者 以财入判就是买官了 买官了 一拜一叶孔庙 买官后来中国的官场 因为有些不重要的官 那有人有钱嘛 你就卖给他 所以一直有捐官的制度 捐钱 你就可以有一个小官做 那不是真的考试也不怎么来 孔子下席答约 连去拜孔庙 孔子都下来了 这当然非常灵异的 试约 今日是夫子弟子的理应作寿 哎呦我是你的弟子啊 你应该 我应该那个拜扶你才对 孔子月 你是我孔方兄的弟子 不敢拜寿 孔方兄就是古代的铜钱 外面是圆的 中间是空的 是方形的 是外圆内方的 象征中国的天元地方的意思 所以呢叫做孔方兄 后来很多钱呢 都有人的名字 像在袁世凯当皇帝的时候 租了一批银钱 这到现在为止 古币社都还有 叫做圆大头 圆大头银子呢 我们小时候呢 每个家里大概都有一两个圆大头 叫两个指甲夹夹住的圆大头 你这样吹 然后马上摆到耳朵会有 这样的声音 那就是圆大头银子 所以这圆大头 后来呢就有叫孙中山 有人就把这个台币叫孙中山 孙中山多少 一百块的是不是 就是孙中山 所以都是用这种名人的名字 那日本的一万块是福泽玉籍嘛 只有欧洲还哪里 慢慢都不用人 不用任何人 有的国家就用花草啊 用人呢将来那个人万一斗臭了怎么办 可是在很多国家都还是用伟人 像美国 美国的不同的钱是纪念不同的人 华盛顿只有一块钱 富兰克林是多少钱 是不是有不同的那个 我现在都不太记得 那个什么百万大富翁那种节目 常常会考这种 请问一块钱的上面的美金的人是谁 这样的或者这种题目 那是很著名的考古题 好啦 所以孔子就拜他 未生年遂凶心力 这个显然是一个具体的事情 许那谷已住贫如 急批入盼 就是你只要捐了谷 捐了这个粮食 这个粮食呢 可以去救助这个穷的读书人 你就可以当官 或曹之曰 就有人 曹之曳就嘲笑了 众秀才在明伦堂 通常孔庙里面 会有一个集会的地方 像台北孔庙也有 就有一个地方叫明伦堂 是一个礼堂 众秀才在明伦堂建议谷秀柱 秀就是捐了谷子成为秀才的人 姚子曰额头来也 俗称呆子叫额头 这是当时当地的方言 秀谷曰你变额头你才是额头了 众孝曰笑你费了多少家财 税考依旧无用 故曰额头 我等为何是额头 所以你捐这个钱 捐这个骨子 你是额头 真的是傻呀你 答约不是额头 如得吃了我的骨 你们才傻呢 你们这些读书人 吃了还吃了我的骨 你不是吃傻子的骨 你不是更傻吗 两人在 两个人在比傻 冯孟隆的校府 一百三十七页 有讲到这秀才 这个给他重生的时候 再让他当穷秀才 给他一堆儿子 虽然中国人传统认为 多子多孙多福寿 但是呢你要家里养得起 家里养不起的时候 有很多小孩 尤其在小孩还不能够 到劳动市场去做事的时候 小孩都是负担 那那个 我们读到了这个到孔庙去 好像对 然后接下来的是一个厕所校话 上次有在黑板上写 Schatology 就是史分学 这史分学不是真的是一个学问 不是 不是像什么 Sociology Psychology 这种logy的 虽然到后结尾也这个 史分学是通常讲 在讲校话的时候 有些人 特别是年纪小的人 还有刚刚那些同学 喜欢讲这种 跟粪啊 跟屎啊 有关的校话 所以一个学徒 这个学徒不是我们现在 去机车行当学徒 那个学徒 这个学徒就是学生的意思 一个学徒将入厕 问学生 曰 玉灯厕否 他说 你要不要上厕所 老师就说 我也有这个意思 如且先 先往 说我也要上厕所 不过你先好了 然后这个学生就去了 去了以后发现呢 有人先在厕所里 直先有人在厕 拒反就回来了 想说等一下再去嘛 先生问曰 何谓拒反 你为什么那么快就回来了呢 曰 有一个有意思 如学生者在里面 说有一个有意思的 因为刚刚那个老师回答的问题是说 我想找一个 有 我也有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 是一个比较 比较笨的学生的说法 这样 第138 第138页 这个叫做 咒请 咒请呢 其实是载我咒请 的一个故事 咒请 有两种说法 一般的说法都认为 咒请就是上课打瞌睡 咒是白天 请是睡觉 所以是白天睡觉 古人不太喜欢白天睡觉 那现在因为有人工作时间的关系 是白天睡觉 那有人说载宇咒请 孔子又骂出来了 这个觉得不太对 所以有人就认为 这不是咒 这是画画那个画 画请呢 就把请示呢 画上了图案的意思 因为后来孔子有说 朽木不可叼也 奋土之墙不可污也 所以也讲到木头 讲到这个墙 那大概跟他画请示有关系 这个解释呢 古代就有人 这么硬拗 这样听起来也怪怪的 总而言之 这是一个背景 所以一诗咒请 一个老师白天打瞌睡 大部分人都还是把咒请 当成白天打瞌睡 即醒 谬言曰 就醒了 就骗人 学生说 我乃梦周公也 我去梦周公去了 因为一般人都把睡觉 叫做梦周公 或打瞌睡叫梦周公 明昼第二天白天 齐途孝之 他的学生 学他也打瞌睡 师以介方即醒 老师有一个棍子 以前呢 我们小学的时候 小学的椅子啊 也是像这样的 这种几个棍子 几个板子排在一起 总有一张椅子的 第一个棍子 第一排的板子是被扒掉 所以 然后那个扒掉通常都被 都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老师手上的一个 一个打我们的工具这样 每个老师都有那个东西 每个老师都有在我小学的时候 所以每个学校 每一个教室都有缺了一缺了一个尺的这个椅子 那叫戒方 古人叫戒方 曰如何得如此 你干嘛打瞌睡呢 学生也学老师说 一往见周公儿 我跟老师一样去见了周公 老师曰周公何语 周公跟你说什么 学生说周公说 昨日并不成会尊师 说你老师昨天并没有来 这个笑话呢 是几百年前的笑话 有一天 我在第一年教这个的时候 我刚好碰到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朋友 他就跟我讲一模一样的笑话 他讲给我听 他你教幽默的时候一些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笑话 我说有 这是三百年前 我梦龙的那个书里面 他忽然间觉得我这个人真有学问 连笑话出自哪里都知道 你可以看一个笑话可以流传三百年 对你们这代人来讲 这笑话真的不太好笑 对我们那代人来讲 这非常好笑 尤其有这个论语的典故这样 好那接下来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载我 载语呢也是载我 载我呢因为名字很简单 叫cue me 对不对 夫子则载我以朽木奋土 载我不服 这是后来加的 当时在《轮语》的记载 并没有他不服这件事情 那有些人喜欢把它哭手一下 所以载我不服 曰吴智要见周公 为何如何怪我 我去见周公呢 你怪我干什么呢 夫子曰日间启示梦周公时候 这后子打错了 说白天哪可以梦周公呢 载我说周公不是也夜间可来的人 说哎呀 那周公什么时候见我 难道是由我决定的吗 你夜里见他 他不一定来呢 这是载我 把这字给改了 好 那这是载我 载我在孔门里面 号称是言语科的 言语科就是他很会讲话 载我跟子贡两个人 是孔门里面非常会讲话 子贡是做生意的 好 又施洗咒寝 弟子曰 载与咒寝 四字如何解 这老师这字怎么解释 想这个要讽刺老师一下 诗曰载则也 鱼则我也 咒则日中也 擒则棉衣教也 他把每一个字都拆开解释了 那又问如何贯穿 曰 便杀我也说不得 到日中定要棉衣教 意思说 不管你怎么说 你杀了我我还是得在中午休息一下 大概十几年前吧 台湾都还这样 中午休息时间非常的长 因为都算尽了一个睡午觉时间 像课程通常在十二点准时结束 两点钟才开始 办公室就关门了 所以你中午要到学校或任何单位办公 包括政府单位都找不到人 医院也是两点钟才开始 后来才改成朝九晚五 那以前八点半好像就要上班吧 还是八点 所以时间跟现在是不太一样 那现在比较像美国的做法 美国做法就是中间不休息的 或者中间的午餐时间是轮流休息 我1980年代在美国念书 办公室随时有人 美国的办公室随时有人 图书馆随时有人 那吃饭的人就从 11点吃到2点 你可以早一点去吃 你也可以从12点吃到1点 就两班人在那边吃饭 就可以增加办事情的效率 然后五点钟下班 这是八点年代 到了90年代台湾也变成这样 那现在很多国家都一样 阿拉伯世界在地中海的那区 因为天后的关系 我年轻的时候在 小时候在那边住过 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那个时间很不一样 他们好像是八点钟就上班 上到十点到十点半 有一个早茶时间 喝早茶 morning tea 大家可以吃喝一下早茶 然后再继续上 上班上到下午2点 然后吃中饭 然后吃完中饭以后 因为那边地方太热 就不上班了 地中海行 南边地中海 就不上班了 然后大概晚上八点钟吃晚饭 所以那个时段是这样子的 下午2点钟就开始 白天没事 就没事 但是因为天气太热 那时候也没冷气了 冷气还不是很普遍 应该这样讲 那这是地中海时间 现在是不是这样 我就不知道 好那接下来 鱼又曾见 载宇全节 讲章一篇 辅极可笑 这是莫寒斋主人 就是冯木龙自己说 我也看过有人 讲论语 把他讲到 非常的酸腹 像论语这样的书 或者任何经典 都有很高明的讲者 会讲到你 精神为之一振 那也有非常非常非常乏味的人 可以把有趣故事 讲到让你睡着 这个都有的 所以他说 辅极可笑 就是他把它放在这 说夫子 社交于信坛 之上 跟孔子有关的地方 也特别是他讲学的地方 现在我们都称为信坛 有的时候把教育界 也讲成信坛 如果教育界 有人做了什么丢脸的事 会说 为被信坛 让信坛 蒙修 这是现代说法 你到这个228公园 有一个孔子像 孔子像前面 有一块小空地 那边后面就写着信坛 那我到了屈腹孔庙 他有一个地方叫信坛 坛通常是高 在地上高起来的一个 像我们现在讲台一样 其实就叫讲坛 如果再古典一点 老师现在做的地方 就叫信坛 如果古典一点 好 那诸四之兵 诸水跟四水之兵 方敬午善 刚好在吃午餐 忽闻 hoho hundred 睡之声 哎呦 怎么有人在睡觉呢 在吃午餐 夫子今儿起悦 思何人也 什么人 其回也鱼 是言回吗 回也不多 待非也 可是回这个人 不是很懒惰人 应该不是他 游 其游也鱼 是子路吗 游就是子路 游也好勇 亦非也 游很好勇 应该也不是他 是机而是之 就走过去看 则其人性载名语 向在言语之科者 夫子旧之起 贵而择之 打骂他 哎呀 这个 这段太有学问了 下后世以松 可雕也 因人以伯可雕也 庶刃之强可污也 极尖之强 亦可污也 这把论语里面 几段话 全部掺在一块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 这个笑话就 意义就掉了一半 好 极梨之面墙 有可污也 那墙 靠污的 就湖水泥了 用现代讲法是这样 古代没有水泥了 就湖上这个土了 不可污也 可污也 极尖之强 亦可污也 极梨之面 亦可污 如则 奋土之强 不可污也 无将以绝 如碑之色 绝如 如碑也是 论语里面出现的一个人 孔子不知道为什么 不喜欢见这个人 然后就跟门人说 他来拜访我 你就说我不在 那个人就说 我们夫子不在 那个人就走了 还没走远 孔子就开始弹起色来 让那个人知道 我其实在家的 这到底什么意思 到现在为止 有不同的解释 有人说 孔子太小人了吗 你说你不在家 你就当作没声音 等他走一算吗 干嘛你告诉他 他说你不在家 然后你又弹个琴呢 弹个色 这不叫琴 觉得孔子这招太狠了 有人这样想 那有人说 这就明白告诉你 我不想见你 我在家 我就不想见你 那为什么叫门房 就跟他说 他不在家呢 你不就跟他说 我们老师不想见你 对不起 这不是也很简单吗 反正这有不同的解释 这样 无以将以绝如 碑之色绝如 孔如不悟 无将以扣 元朗之杖扣如 元朗呢 是孔子的老乡 就是基本上 大概是一起长大的人 所以呢 有一天 孔子在他家乡的走 在那边走着 就看到他的老乡 元朗这个人呢 就蹲在那 蹲在那呢 就是乡下老头的蹲法 非常不雅的一个蹲法 就屁股几乎着地了 那种蹲法 然后元朗疑似了 这疑似就蹲在那 然后孔子过去呢 就骂他 说我看你这个人 我从小认识你 少儿不训替 你小时候就不是个好东西 长而无树烟 你长大了 也没什么可以让乡里人 称树的做好的事情 然后老而不死 你到现在老了还不死 然后就失为贼 是不是这样讲 反正就后来 讲完这句话 然后孔子就拿了拐杖 孔子拿拐杖 那也很老了 那他的乡里的人 蹲在那也不是年轻的人 然后就拿他的拐杖 就敲他的这个 好像说脚踝那边 那这是一个乡下 或者说 认识的人 做的一种 某种程度的亲密行为 这不是所有人可以做的 那算是 他们的一种沟通的方式 那你如果不了解这个 你觉得孔子好残忍 然后拿拐杖打老人家 孔子竟然是拿拐杖 他也是老人家了 所以老人家跟老人家 这是一种 bounding的方式 一种联系的方式 所以这里就说 无将以扣 元朗之杖扣如 孔如不疼 怕你打得你不痛 因为我现在老了没力气 必须诸绍征茅之行诸儒 这绍征茅 孔子诸绍征茅这件事情 只有在 荀子的书里面有记载 其他书里面并没有记载 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书 但其他书都不是论语 这样的书 所以论语并没有记载 孔子当官以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绍征茅 这个赖人给杀了 那这个赖人呢 人家问说你为什么杀他 他啥事没干 他说哎呦 这个人有五件事情 阴险狡诈什么什么 没有犯法 就把他给杀了 那这到底孔子有没有杀他呢 荀子说有 只有荀子说有 其他还没有说 所以这件事情是有争议的 那杀他的原因呢 都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 都是因为他什么个性不好 素性不良之类的 并没有那个真实犯 到现在的标准来看 那你就完全不能入他于罪 因为那个他的 你所说他不好的地方 都不是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 所以现在叫什么 我记得我念法学修论 叫罪行法定主义嘛 你犯什么罪 叫法律有规定的才算 那这个邵子嘛 不是这样 好 这也是一个典故 方可以警重 而刀具有在鲁库之中 无尽用何物诸如乎 用何物诸如乎 说哎呀 我想杀你 连那个刀符都不在我的手边 那我要怎么杀你呢 这段呢 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好笑的 因为大家都共享这种文化资源 特别是对论语啊 因为要考试 所以大家都很熟悉 那碰到你们现在 这个大家都没办法了 这样 好 另外几个也都是传统读书人 对于这个传统的经典 对他们来讲非常熟悉的事情 做了一些同音意志的一个解释 这样 138下面 说明王 明王就是颜乐王 他很讨厌 物试多庸师 很讨厌世界上 很多这种平庸的老师 教书乱教 不是巨斗 物人子弟 乃私行仿之 这个明王 颜乐王就来访问这个 就到人间来 文有大学序者念曰 这个文可能打错了 应该是耳文的那个文 他大学之古书古之 大学所以教人之 这个就是把大学序乱断句 这样子断了 然后疾命鬼竹勾来 就把这个老师给抓来了 叫那个小鬼把他抓来 则之曰 如何甚爱知字 你怎么那么喜欢这个知字 我罚你做一个猪 他就说 那就罚他做猪了 前临行回顾曰 做猪所不敢辞 愿判生南方 他说好啊 你要叫我做猪 我就做猪 可是我希望生在南方 为什么呢 王问其顾 对曰 南方猪强于北方之猪 所以这个是原来大学里面的一句话 南方之强于北方之强于 一尔强于 你所谓的强是什么意思 子路问强 结果这个知呢 他把它念成猪 所以他希望做南方的猪 那另外一个笑话也是一样的 这个猪跟狗 第二个笑话在139页 二蒙师 蒙师就是启蒙的老师 就是教现在可能像幼稚园 或者像有人叫幼儿园 二蒙师死 见明王 一系读别字者 一系读破句者 读别字就是字都念错 读破句就是断句乱断 堪毙 别字者乏为狗 说好 根据你生前做声音 你就备一只狗 破句者乏为猪 别字者呢 他就请为母狗 说好吧 那我要当狗 我可以当母狗 王曰何也 为什么呢 曰 李济曰 这确实李济的话 林财母狗得 林难母狗免 做诸者请生南方 南方就刚刚那个 其实这个不是林财母狗得 林难母狗免 他都不用解释 因为古代人都念过这一句 都知道叫林财物狗得 林难物狗免 那个母跟物啊 对于我们学中文来讲 这个中文是母语来讲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对老外来讲 那是一个痛苦的字这样 有很多很痛苦的字 像这个字呢 我觉得老外一定会疯掉 学 打一点不打一点 那天我们还上这个有一个读书会 大家还讨论这个字有没有一点 有没有一点 认为有一点的请举手 认为没有一点的请举手 你知道吗 都对 钱都对 因为有一个同学说老师有一点 因为我高中老师告诉我们说 这是一只狗当着将军叫做蒋 把一只狗奖励他当将军 所以下面是犬 然后后来就有同学上去查电子书 什么什么什么说 两个都可以这样 另外这个呢 这有没有一点 有一点的请举手 没有一点的请举手 这是有一点的 这是确实都有一点的 那上面那个呢 有一点没一点 说都可以这样 所以这个以前我们的时代 印刷数有很差 你知道吗 纸很差 有的时候到底有没有那一点 你不知道那是纸的问题还是 那现在老师还有绯闻症 你也不知道是绯闻症的问题 还是怎么样 到处都有一点 所以这个中文字有时候 真的相对来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字 好 接下来就是十八禁的笑话 你看这时候都讲的稍微含蓄一点 说夫妇夜卧 两人晚上睡觉 夫持妇事问何物 这就是丈夫的这个阴境了 夫曰先生也 很多人不管主经中外 好像都喜欢对于这种 男性的生殖器官或女性生殖器官 给予一些特别的名称 先生丈夫就这是先生 复约既是先生有管在此 因为先生要去到别人家去教书 叫做什么管来着的 这是古代的蒙师 去人家有钱人家教书 然后请他一除 说好你是先生 我这里有个管 那你来呗 这是很含蓄的做爱的意思 云与弊 古代的云与跟气象没关系 除血乌三不是云 这种东西都是性的暗示和象征 明早 七以二姬子 二姬子就是我们现在叫鸡蛋 暖酒但夫 就让丈夫吃鸡蛋 然后配酒 一大早喝酒 古人真实 难怪身体不好 夫孝曰 我知你是谢先生了 且问你先生如何 这两人就谈到昨天晚上的事情 你觉得先生怎么样 那七曰 先生仅好 只嫌他没做性些 可是这个先生大概不太能够持久 做不久 然后这个冯沫龙就加了一句 不但没做性 还怕嫌他疲软 这就有点话舌添足了 这是性的笑话 那刑房 十八经也是 有道学先生刑房 道学先生就是那个道貌黯然的人 讲话都是很严肃的人 寄去泄衣 把这个内衣 泄衣是亲贴近身体的衣服 我们现在就统称内衣了 拱守大言约 穿脱了内衣 要准备做那事 可是还是得说一句 这个因为他道学先生嘛 无非好色而然也 我不是因为好色 才做这件事 因为为祖宗免血四也 要替祖宗传宗接代 乃吐一下 这就是性动作了 又曰 无非为好色而然也 为朝廷天户口也 这是争产报国 又图一下 复曰第三次说 无非好色而然也 为天地广化欲也 反正做一次都有一个说法 又图一下 或问第四图说什么 有事者曰 如此道学先生三图就完了 还有什么四图 做不了大事 就这样 这是此孝一个人 性能力是有限的 可是满嘴的人意道德 那女道学 十八禁 这个播出的这时候 我觉得应该在这个 那堂课上面写着有 加注警语 这样的话会增加阅读率 譬如写十八禁 很多人就会来看 不然的话说我们没有警语 这真的应该加一点警语 尤其某些笑话 有这个的时候 女道学说 亦儒家女新婚 这女道学是她家是念书的人 交欢之际 阴道先至 这个阴道 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阴道不是我们现在阴道的意思 不然什么叫阴道先至呢 所以我这里有一个困扰 那笑话很少人解释的 我们这是为了教学 所以必须解释一下 可是又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交欢之际 阴道先至 此女忽穿衣下地 整容向床万福 那正在做那事 这女的忽然间就穿了衣服 下地 然后一直跟这个床行礼 夫经问故 答曰 见仙了 见有月身份的意思 这什么意思呢 我看了半天到现在为止 完全不懂 好 那第三卷叫做事会不 说平与见 事所会也 就是世界上人说讨厌 一般人 社会上的人 这事可以当成社会的意思 社会的人所不谈的 避而不谈的 他说 无余意应而会之 然见而不平 或遂忘其见 平而不见 谁肯连其平 平跟见 在古代是不一样 平是没有钱 见是没有地位 这是不一样 好 他说又可以 为正事丰也 虽然贫莫如盖 最穷的人就是乞丐了 盖中还有孝子呢 见没有社会地位的人 就是妓女 妓女 可妓女 妓中有异昌 受于拜时 分于口夹 贫贱故不足会 不足会有 和孝焉 就在140页 所以 孝贫贱中之可笑者 亦以孝 事之孝贫贱者 这主要这段的 那个收集的 跟贫贱有关 第一个是讲小偷 欲偷 偷而入义贫家 到一个穷人家 小偷去穷人家 骗摸 摸骗了呢 一无所有 啥也没偷到 乃拓地 开门而去 拓地就是拓了一口 弹在地上 开门而去 平寒于床上见之 这穷苦的人家 睡在他 那个很破烂的床上 见到 就换约 贼 可为我关了门去 你走的时候 关门啊 关门啊 风大呀 然后偷而说 你这个人叫我贼 也特难 你还叫我贼呢 你凭什么叫我贼 这贼生气了 然后一个说 就是换贼关门 贼笑约 我请问你 关他做什么 人家关门 是为了房子小偷 你这个东西 没得偷 你关门没用 怕疯啊 我可以这样讲 然后义有位 就说 约 云 贼 可替我带上了门 贼约 是这种贪婪 所以做不得人家 做不得人家 他就说 你就没办法发财啊 平汉约 我做人家 与你偷吗 那我怎么发财啊 跟你去偷啊 你看这就对话 就比较多层次 那这是一个 偷的笑话 不过据说 以前我 比较年轻的时候 就小偷有个规矩 他如果进了这家人 偷不到东西呢 他得在你屋里 大便或小便 据说是这样 我那时候就听说 有人回家发现 床上有一坨大便 骗丝不得其解 后来问了这董的民俗 才告诉他说 小偷来过了 怎么会来过 那他就偷了什么东西 他都没偷你东西 所以留了一坨大便 说这是行规 那你怎么知道 就别说了 别追究太多 这个我听到这故事的时候 我也说 那你怎么知道 对啊 你不干过小偷 你怎么知道这事情 或是你听人家讲过吗 所以我看到这个 拓地而去 我还想说 以前是吐了口水 现在不一样 好 所以各位外衣也听到 人家我说 你怎么知道 孙老师说 孙老师怎么知道 孙老师听别人说的 至于别人怎么知道 说知道 那就不知道 好 偷儿入一坪家 见其家只有米一小瓮 瓮是那个 陶瓷的 陶的罐子 自卧床前 偷儿解裙布地 希望把这罐子给偷了 方取瓮青米 他不要那个瓮 那瓮不值钱 把瓮里面的米倒出来 青就是倒出来 常让人窃窥之 浅抽其裙去 古代人呢 下半身穿的都叫裙 男人也穿裙 女人也穿裙 所以现在是只有女人穿裙 还有苏格兰男人穿裙 其他男人好像不太穿裙 我今天早上在家看电视 演翁山苏姬 我看那个缅甸男人 好像也穿裙 所以穿裙好像也不是太那个 康熙来了 蔡康永也穿裙了 有一阵子 所以好像也不是这个问题 习惯问题而已 床上人接着抽其裙儿去 几乎有贼啊 贼应声约 真的有贼 方才一条裙在此转眼就不见 对 真的有贼啊 贼也喊抓贼 因为贼的裙子被 这个屋里人偷了 这真是闹 做贼的喊抓贼啊 那这个 做贼的是可以喊抓贼 因为他被人家吃黑了 另外一个呢 讲这个 这个显然是不好的字 一个毛加上一个鸭子 所以这个怎么念呢 我也不知道 查字里也查不到 所以我就把它就这样写合起来 一个毛再加一个歪那样的字 这是一个字 所以一个人呢 好色 姓银呢 好色 虽然古代在轮语里面的银跟色没有关系 银只是过度的意思 有一个意思银只是过度 像下雨下太久了 它就叫银雨飞飞 那不表示那个雨呢 很色啊这样 它再色干嘛 你洗澡的时候 那雨就下来你窗子 然后看你洗澡吗 这不是这样 一人姓银 死后明亡判作女生 女生 就把它就作女的 这为什么呢 这是古代人 真的是看不起女人 有女人身体 好像是很差的事情 其人强一阳雾而驱 鬼族持阴追患 就带着阴雾 它就强了一个阳雾 其人急走不顾 手遂以阴从后直之 那竹就拿那个女人的阴部 就想丢它 约 谁你走得快 怕来世不怕做个 我们就把它念成阿胚好了 这阿胚显然就是阴阳人的意思 猜这个意思 所以那个拿了一个阳雾 然后那鬼又丢了一个 那个女人的生殖器官给你 所以你同时具有男性跟女性的生殖器官 这叫阴阳人 这阴阳人呢也常被取笑 觉得很可惜 因为阴阳人呢 第一个 他同时具有男性跟女性的生殖器官 其实是在人类中罕见的 一定有这样的人 可是我们人类呢 就一定觉得这样的人是怪物 怪胎 所以呢 都要用手术把它解决掉 可是大自然就有这样的人呢 各位同学你知道吗 现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小时候同学里面有六个手指头的人 我看过有六个手指头的人 他大拇指有两个 我们也不觉得怎么样啊 就他可能就十一禁位的发明者 如果两个大拇指都有两个 那就是十二禁位的发明者嘛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算到十 他可以算到十二嘛 为什么大家觉得大惊小怪呢 我们小时候看到他 也不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啊 他就是多一个大拇指啊 这有什么奇怪 你现在看一个人多个大拇指那还得了 我们现在很多人 因为我们生活上隔绝了 我小时候的那个 大概公共卫生不太好 我的同学里面 小儿麻痹症的特别多 我以前国中的时候念 这附近的和平国中 现在叫和平高中 完全中学 有一天坐车经过一看 那楼还在啊 好像都没改 我以前就在那 我们那时候国中三年级 国三年级的时候呢 我们班有四个小儿麻痹症 一个班就有四个小儿麻痹症 好像后来我想想 好像所有小儿麻痹症 都在我们班 那一年级的 因为别班没有小儿麻痹症 只有我们班有 那小儿麻痹症 我们还是最高楼 那每个小儿麻痹症状况不一样 有的人家里有钱一点 或者他的状况好一点 他就是弄一个铁架 走路有时候一高一低 长端腿这样 然后另外比较穷的呢 就是几乎蹲在地上走路 有时候同学架着他还可以走 脚没有力 我另外一个同学 好像一脚有小儿麻痹症 所以有几个不同的状况 那时候大概同学放学回家 我大概就是那个同学的 另外一个拐杖 他家离学校不算太远 就在附近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很多这种 身体状况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人 现在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什么样的人 以前我们蒙古症也看过 这个现在叫唐氏症了 以前叫蒙古症 我觉得生活里面就有这种 各式各样的人都是活在一起 那个乡下人也说 那个说的啦 那个笑的啦 那个都看得到啊 都在村里面活着 也没有什么机构化 把他送到医院去 没有 那些人也就活在我们身边 大家比较见怪不怪 虽然还是有一些歧视 绝对有 见怪不怪 现在你要看这种人就比较不容易的这样 好啦 所以这个是讲这个阴阳人的故事 那连想到这种跟我们所谓正常人 不太一样的人 在社会上有的时候是受到的歧视 还是真的是蛮多的 另外叫痛 这个跟另外这种有关 一个童子初被诱痛极 被人家这个童子被诱 大概都是被刚教啦 那有些男的喜欢这种童男 有的有钱人呢就养个鸾童 那对这个故事大概有这样的背景 特别是有钱人 狂奔树保布 阴以囤 是旁人约 反倒不过去看一下 卵还在里面 否 这个当然这个故事就讲到 那个人显然把自己的卵放进去了 让他痛到不行 因为那个毕竟不是一个性行为的器官 原来那个地方设计的是要外出的 不是要往里去的 那是exit only OK 那有人偏偏要把它当成双向道 就很麻烦 好 梦 客与寄久别 有一个客人 恩客跟妓女很久没见面了 后再往各道相思 寄云 我无夜不梦见与你同眠同时 同游戏 当时机想所致 他到底认不认识它都是个问题 讲得非常好听 客与我亦梦之 那你梦什么呢 我梦你不曾梦见我 这听起来像是一首歌的名字 最近是不是有个连续剧啊 偶像剧是不是 叫什么爱你什么爱什么 六个字是不是 我爱你爱我爱你什么之类的 怎么念呢 有没有人会教我一下 没有人看啊 哈 好吧 我们以前大学生不听国语歌曲 不看国片 所以林兴侠那个电影啊 当时大学生基本上都没看过 最近什么金马五十年 什么五十年 林兴侠那个 那是我当兵的时候啊 穷极无聊才去看 穷瑶电影 那时候你去看穷瑶电影会被所有同学不齿 你知道吗 那那种电影都什么人看呢 都其他人看 大学生绝对不看 大学生 而且大学生 台大学生绝对不看那种片 绝对不听国语歌曲 以前凤飞飞那些歌都是大学生不听的 那大学教授更不用讲 大学教授到现在为止 我是那种看电视看最多的大学教授 到现在为止 这个头衔还是 碰到好多地方的人 包括日本人包括哪里 他们都不太看电视的 尤其大学大学教授级的人 都不太看电视的 大陆也是一样 很多人都不看大陆电视 我说新闻不必看吧 但是连续剧也不看吧 不看 那现在你们这种偶像剧啦 歌曲啦 你们都会听都会唱 我们以前不会 这就是大学生骄傲的地方 因为我们不会 而且我们不学会 完全不一样时代 好了 一百四十一页 这也是讲到妓女跟恩客的关系 妓皆一北方客 北方比较冷嘛 临去妓暖其心 未云就骗他说 有三个月身孕 是你骨肉 你须来看一下 怕他不来 客信之 如其而至 三月 好好 三个月身孕 那怀胎十月嘛 那七个月后再来 记记困 完了 真来了 怎么办呢 就以小白犬一只 至而来内 这个至应该是另外一个至 放至人的至 上面一个四 下面一个直 至而来内 蒙背而狂 客曰 把它蒙在背子里头 弄出毛绒 而生了一个儿子 客启示大喜 这显然是嘲笑 这客没看过小娃 跟这个小狗是不一样 扶犬约 就摸着那狗说 哎呀 果是我亲生骨肉啊 再难 娘胎就穿下羊皮凹子了 这怎么可能呢 但这人呢 白木 我把这字给改了 好 接下来叫做拿屁 官坐堂上 一个官坐在这个厅堂上 众人中杀一屁 这个屁消化是经常出现 官问什么墙 拿过来 赵丙云 赵就下面的小的跑堂 那个小的那个竹啦 那个那个小的公仆啦 应该叫赵 赵丽的赵 那丽呢 是丽书那个丽 那个丽书的丽 写书法那丽书的丽 也就是那个官府里面 最小的一个人员 丽书说拿不着的 怎么拿呀 那屁怎么拿呀 他知道 官云如何作弊 一定要拿哪 赵将纸包一屎块回云 正犯走了 拿得家屎在此 这屁跟屎 是这个 这个看起来好像很那个 各位要是遛过狗 你就知道 像老师每天遛狗 每天得拿着这个家屎 如果这样讲的话 还有人卖那个 怎么样那个 捡狗大便的东西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干嘛发明了 捡狗大便的东西 你就拿一张报纸 不就成了吗 一个半 有一天人家看到 我们在遛狗 然后狗大便了 我就把那报纸塞在他 我们的动作配合得非常好 他只要那屁股一蹲下 我的手就塞过去 结果有人没看到这动作 就只看到报纸 跟我的狗的那动作 他就说 哎呀人家狗真聪明啊 我说怎么会 他会搭便在报纸上啊 我想是他摆好了 我很聪明摆在报纸 他认为我报纸摆那 他就会在那大便 哪那么聪明的狗啊 那么聪明我早就发了 不是吗 好 关于如何 定要拿来 郑范总拿着家属 霍云 这大概应该是 冯沫龙写的 这纸包该赏给赵丽 预约未必闻 只怕官还要问家属 一个不合 反正就大家就是 讲笑话一个再接一个 把那笑话一越接越下去 这样你有时候听到 一群人在一起 笑话有时候也是这样接的 一个人讲完一个 就接下来讲 有点像笑话接龙 另外一个部分呢 第四部分叫方树部 穆罕子曰 孔末之后 如分为八 末离为三 这是思想史上有的事情 这是韩非子说的 白在欲成为黑 所以小道 必有可笑者言 这必打错了 应该是像心脏的心 然后噗 划过一刀那个字 虽小道必有可笑者言 是改了子下在论语的一句话 叫虽小道必有可观者言 好 集方树部 所以方树部讲的就是这些 拥医啦 算命啦 星象啦 风水 这个到今天所谓科学昌明的时代 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减少它的影响力 反而这种影响力节节高升 节节高升 我念大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 同学中没有一个人 我也没听说报纸上或杂志上有 有关星象的事情 完全没有 八年代 九年代 八年代尾巴我回来教书 九年代以后就到处听到星象专家 塔罗牌 牌这个什么什么的这样子 星座 后来就非常非常非常盛行 盛行到有一阵子 我就干脆把全班同学的 那个集体作业 就做了星象分类 我找了一个助理 对着很了解 同学 跟助理联络一下 写下你的生日这样 他帮你排星座 我们同一星座人一组这样 来做作业这样 结果大家都觉得很好奇啊 同一星座人在一起会干嘛 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说那我们结束结束就知道了 就有些组呢 非常非常的合这样 像水瓶座组 现在都还是好朋友这样 那有些组呢 刚开始就闹到不可开交 我也不记得哪些组 然后这个以上皆非的 后来就变成火象星座 什么蚕鱼组 凑成四个 然后什么水象星座 蚕鱼组凑成四个这样 那样子也搞了一阵子 所以这个不过最后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那个影响这样 等一下我看是 最近常有银行要借钱给我 银行是不是钱已经多到满出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有个银行还要借我很多钱然后不需要担保不需要 而且利息非常的低这样 考虑有谁会把那个钱借出来 然后再去放高利贷 假如我那头脑我大概也活不到今天 早就被人家砍死了 好学游泳 一个医生医坏的人 为商家绑去了 说父就绑去了 夜自脱 晚上呢自己自行脱逃 赴水顿归 就靠着水路就回家了这样 然后见其子方读卖绝 他的儿子还在念书 在念这个有关把脉 这个口诀的书 据未约马上就跟他说 我儿读书上环 还是学游泳要紧 所以你别读书了 读书到医坏人也是个问题 古代医术不发达呀 常常有人就被医死了 那现在这种 从医疗造成的病因 很多生病是因为医疗造成的 譬如你到医院去了 本来没病的 因为医院病毒特别多 然后你去医院反而感染疾病 那叫Iatrogenic I-A-T-R-O-G-E-N-I-C 在I字开头的第一页 就有那个单子 就是从医疗的行为 或者在医疗机构所产生的病因的 那这个是一个 那古代呢 的人非常讲究 你看医生如果可能的话 你要看他三代 是不是在从事医生的这一行 你才敢雇他 他三代累积了死人的经验 才知道怎么可以医好病 那种什么医学院刚毕业的 或什么刚出师那种医生 没有人找的 好那我知道另外一个小孩跟这有关 就一个小孩到学校去被霸凌 被同学霸凌 打着噼里啪啦打回来 他爸就觉得很不爽 说儿子你怎么可以在学校这样丢脸 来我们练拳击 老爸教你 就老爸每天教他拳击 就学生到这个孩子呢 到学校去又被打回来 那老爸说那我们来教什么武术好了 又开始练练练练练练练 练得到学校又被打回来 最后这个爸爸说我再教你 爸不用了 你就教我赛跑就好了 像人家打他跑得快一点 有时候你这个不能正面攻击 你逃得快也是救命的方法 这你看《动物星球》频道就知道 有些羚羊就是说跑得快 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武器这样 那那个你不要碰到那个豹子 那豹子那速度之快这样 这个看《动物星球》频道你就可以知道 好的第二个 明王仿明依 明王就是言罗王了 已经说过好多次了 明王且民族仿阳间明依 谁那么厉害 去访问他一下 看他怎么样 命之曰 门前无冤鬼的就是 那明族就说 那言罗王 请问我怎么知道谁是明依 你知道看他门前没有冤鬼 那就是明依 这句话讲得很好吧 对不对 美过一门 冤鬼必及 这是讽刺这些当古代的一生 最后这一家 见门前读鬼彷徨 只有一只鬼 这家伙大艺术很高明 只有一只鬼 曰 此可当名义以啊 问之乃昨日新术药牌子 才开张一天 这是讽刺 当然古代的艺术跟现在 真的是很不一样了 现在有些医疗设施 医疗器材非常非常厉害 你们现在呢 我们有很多人 有打听医疗的方式 你上网去输入某个医生的名字 好像听说还有梁医榜之类的 就有一堆人写出这个跟医生的经验 这样 好 这就是明王访明医 然后送药也是 一一千居 魏林社曰 向来打脚 无物可将别境 每位奉药一帖 说我要搬家了 我家药很多 平常打扰各位不好意思 那就送各位一铁药 这个会让你好好调养体质 林社此以无命 不用不用不用 我没病 我没病 医院吃我药起来自然有病 你放心吧 你现在没病 吃了酒我有病的 这个讽刺到不行嘛 对不对 还有一个民国笑话 我这学期打的 打的那个讲义里面有 有一个医生坐了黄包车 黄包车这民国啦 有黄包车啦 说我要去看病 你赶快把我拉到城的另外一边去 他说你急什么呢 他说我要是不急啊 那个人病自己就好了 他说不急的话 那个人病就好了 他就没钱赚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老师现在这个年纪呢 也常常看病啊 这个看病到很有心得了 很多病呢 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说 我觉得你生活太紧张 这屁话吧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不要生活那么紧张 不要常看电脑 不要常看电脑 你跟谁说话 不要常看电脑 像老师上礼拜去看眼睛嘛 这礼拜已经习惯了那只蚊子了 我补蚊灯也别买了 买了也杀不死那只蚊子 医生说你就是退化 或者老化 听起来就非常的难过 至少不是器官性的 不是说你眼睛要瞎了 你哪个地方出问题 至少不是这个 就觉得这个 也不知道该觉得好 还是觉得不好这样 所以有时候碰到医生呢 也是 那老化有什么用呢 以前我妈妈去看 我带我妈妈去看眼科 眼科医生说 你这就是老化了啦 没救了啦 我说啊 医生没救了 他说不是啦 也不会坏了 就是这样 你就点眼药水了 你就老了啦 就这样 没办法 所以有些事情 医生也没办法 坦白讲 好 142月这里 讲射箭的箭 这个呢 跟我们等于 今天应该讲得到的 后悔学是有关系的 后悔学就拿这个故事 来当成一个警语 那是警示的故事 医人往关无常 这个医生去人家 那个射箭的地方去关 飞箭误穿其耳 那个箭呢 就射到他耳朵 把他耳朵射穿了 不算太严重 迎外科制之 外科来之 医用小锯锯其外感 就把这个锯子 锯到外感的耳朵上 即所谢求去 说好嘞 那你给我钱吧 这多少钱 就把那东西锯掉 问内截如何 那你耳楼还有箭呢 那怎么办呢 说这带 这个带子打错了 等带的带 这带理科来 这个理也打错了 应该是理面的理 他有时候字自己会变 这不是我外科的事情 这是理科的事情 应该内科也比较好 讲内科 可是我不太记得原来的字 如果打成这样 应该是理面的理 好 另外一个跟各位的 上次有人写到 汉朝的这个 三国的笑话有关了 汉时有一神像 来访刘玄德 刘玄德就是刘备 刘始观相 相者曰 来看相 如相甚好 白面而白心 你啊 相很好 脸也是白的 心也是白的 因令相云长 云长是红脸 各位都知道 如相一好 赤面而赤心 所以你这个脸好 心也是红的 脸也是红的 刘文之 吉卧张义德首曰 三阿地 贤以莫相 不然怎么办 你是黑面的 然后也是黑心的 那黑心 不是好事嘛 对不对 这个你想到两个 就知道第三个 那这个黑面 后来在台湾的夜市 变成黑面菜 洋豪之 我看了一个 以前看了一个 菜之中的漫画 笑得要死 一格漫画 然后他就写黑面菜 这样 然后那黑面菜 就非常的生气 然后他黑面菜 前面跪着一个人 说包大人冤枉啊 这样 我就好好笑 因为他脸是黑的 包大人脸是黑的 可是他是黑面菜 卖羊桃汁的 他不是包大人 然后那个人就以为 他是包大人 就跪在那一格漫画 好笑到不行 我到现在都觉得蛮好笑 我最近看到的羊桃汁 我就觉得 我就想到那个笑话 老师的水准就在这儿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好 风水也是被讽刺的 有酷性风水者 动则问阴阳家 就是这个地理师啊 或者什么风味先生 以扰作墙下 呼墙倒被压 急呼救命 家人被曰 且忍着 带我去问阴阳先生 今日可动得土否 已经被压了 还不知道要不要救他 要看能不能动土 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了 风水之说呢 也是越来越胜 从来没有因为科学昌明 科学昌明通常带动了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带动了更多那种 对于自己怎么成功 没有信心的人 更相信风水 也更相信贿赂 只要贿赂官员 你的那个产品里面 摻多少假东西 你都不用担心 因为里面有你的人 你现在想最近游这个事情 能搞到那么久 那不是那个人很嚣张吗 到处送啊 到处送啊 包括他毕业的学校 他都送给学校那个油啊 那油都是黑心油 你现在知道了吗 什么 我那天我们家发现了一罐 那个牌子的油 已经吃了四分之一 真的是 还好买得很小怪 人家说你要不要拿去退啊 我说拿退三十几块 何必呢算了就认了 讲这风水 我的一个老师就说 你还相信风水啊 专治王朝 有国家籍的风水师 然后替国家看风水 对不对 该葬在哪里 葬在哪里保佑子孙 哪个王朝现在还在啊 如果你相信风水 周朝八百年 清朝两百六十几年 然后汉朝分了两百年 两百年四百年 风水真有用 那顶多就两百年 如果真有用 根本就不是那一回事 你还相信风水 真的是被骗 不过也好啊 这些当政的人 或有钱的人 或有权的人 只有风水师 能治得了他 我觉得这是某种程度的 财富重新分配的办法 不然的话 那些人嚣张跋扈的很啊 好 另外是广粹部啦 穆罕子曰 生道方外 这都是宗教人士 诀品诀以 然今之生 非黄面之生 今之道 也非青牛之道 老子其青牛出关 这叫青牛之道 道是 比亦直径尔 这直径不是数学 那个直径 以作衣食之源尔 详细什么意思 你就看句的意思 那个老师也没办法 每个字拆解 若尔则语刨人 刨人是厨房工作的人 工人 宗人 这个宗人是干嘛的 我就不太知道的话 梅人 手忙脚乱 蛇肺纯老者何益 所以广粹部 讲的是某种职业的人 第一个是问 讲和尚 和尚因为呢 都要强调六根清净 所以笑话里面 一出现和尚 通常都六根不净 不然的话没得讲 所以高僧有 但是不是高僧 反而更多 你看高僧传才列几个人 历代有一个本书叫高僧传 没列几个人 那不列的都是 非高僧传 照逻辑的办法 批或非批 对不对 不能有排 这个叫排中律 问和尚曰 如被出家已久 此物还应否 你应该断了念了 这个会不会应 和尚曰 一月只好应三次 应三次 约若如此大好 和尚曰 只有一件不好 什么会不好 一应就应三次 一应十天 所以应三次 不是你天天应吗 所以和尚有六根清净的吗 听说有这么一个笑话 还是故事不知道 老和尚过世了 要过世了 徒弟说 哎呀 师父师父 我一个很大的困扰啊 你活了一辈子 你告诉我 我怎么样才能不想女人呢 师父说 等我死了 就不想了 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一个真实的故事 记载在巴历文的 佛教 讲佛陀故事的经里面 佛陀快要过世了 他弟子都回来 齐齐地问佛陀一些 最后的教训 佛陀的弟子问他说 师父啊 看到女人我们怎么办 哎呦 佛陀的教化弟子那么久 连这个问题都没谈过 真的没谈过 我们看到女人怎么办 佛陀说 快死了 不要看他 非理无言 非理无言 非理无事 然后他只要跟我们说话怎么办 非理无言 不要理他 非理无言 非理无动 反正最后说 如果他怎么办 佛陀好像就没回答 因为不知道怎么回答 所以佛陀碰到女人 也没办法 这次伟大的宗教人物 碰到女人 都有一些不同的做法 佛陀在这 是有记载的 各位最容易找到一本书 叫做南传 南传伯涅盘经 南传伯涅盘经 另外你如果有机会 这个我 那个还有一个叫做 释迦摩尼佛什么什么 一个传 一个像树林出版社的 因为我下学期 今天还问我说 下学期开什么课 我下学期的礼拜一 要回复到上午 礼拜二回复到下午 大概要开这个 圣哲社会学 又会开始念这些东西 那时候会讲得更清楚 因为这学期没有 再跟我约一约 下学期要录影的事 好 另外呢 就讲人 有无妻者 没有妻子 每放手冲 冲就是枪的意思 所以我们现在讲 打手枪 一直到我那里 你们现在还讲这个吧 男生打手枪 女生大概没有人讲 打手枪的 每放手冲 则以瓦冠胜之 他就把他精液呢 就放在一个瓦冠里 久之精满 将吸出清气 乃对冠痛哭曰 说哎呀我儿啊 只因为没娘啊 所以送你入冠 这冠呢包括道家的冠 小时候有些做和尚出家的人 是因为真的是没娘不好养 或家里穷困 没饭吃 然后把送你去 送你去这个出家 这样的话你就有饭吃了 也有人管你 这个神明会照顾你 有一种是这样 所以小时候很多人 以前的人出家 常常是因为家境穷困 当兵也是一样 在军阀混战时代 当兵常常就是因为 军队给你饭吃 不是因为你对于军事 有什么样的兴趣 在我念书的时代呢 加入军校 常常是因为念书 念得很糟糕 或者术性不良 实在不知道怎么办 把你送到军校去 看看能不能感化你 有些人确实可以 从此变成 这个保家卫国的军人 那有些人大概就不行 所以还是有这样的状况 老翁续取一玉 玉是老太婆 其子夜晚窃听 但闻莲乎快活爽力 又老先生还能做这事 让老太太很难 子亚约无父高年 尚有此老本是乎 就以为她的爸爸 老爸爸可以让这个新的妈妈 那么在性生活上 结果细茶之乃是命运抓背 令老太太替她抓背 抓到确实抓到痒处 这样 你们现在有人帮自己的家人 长辈抓过背吗 捞过痒吗 我们小时候还有 因为小时候不求人 还不太容易找到 你现在买那根 有没有 那家不求人 对不对 那现在很多人 可能有别的方式 可以不痒 不然小时候好痒 以前我 我小时候痒的时候 我大概皮肤不好 就在人家的墙壁 人家墙壁以前 都是磨十字墙 不是像现在这种墙 就靠墙壁就这样 就觉得 哇好舒服 这样 你们现在大家 不可能有这种情况 好 那接下来是书禀部 说明你有特殊的禀附 人之情形不同 好上义渠 至于蜻蜓与游 仓家为饭 则基于人已 无独取福 挨子也 一团天去 可惊可喜 世人叫其挨 挨就是笨 然后其熟知 其自卫不挨者 大挨人以 背负 及书禀部 讲着特殊癖好的人 还有挨 通常是讲呆了 好 认邪 一个妇呢 跟林人有私 私通 夫 适归 刚好碰到荡妇回来 林人 鱼窗而出 就从 跳窗就走了 夫 觉得其邪 骂妻不已 不要脸的女人 因整邪而握 就想说 这个家伙掉了邪 一定要回来找邪 为其曰 且待天明 认出此邪 且语如算账 这个一个竹子旁 下面一个弄 就是现在算术的算 其趁其熟妹 以夫邪 亦去之 就把他邪子给换 换了他丈夫自己的邪 夫臣起妇骂 其始认邪 既已见邪 大悔 我错怪你了 原来昨夜跳窗的是我 这个很讽刺吧 我以前小时候念一个故事 不太懂 说有一个人叫班杰明 我还记得这个故事 他主动中名 他有一天说 离开村子去看这个世界 然后走到村外呢 一个森林就忽然间累了 就睡觉 就把鞋子朝一个方向 说我这样醒来 我才知道我要往哪里走 结果呢 没想到他睡觉的时候 有一个他村里的人经过 看到他这鞋这样摆 就把那鞋朝了 他村里的方向摆 班杰明醒来以后 想说 我记得我要朝鞋的方向去 就走回了自己村子 走到自己村子 这个世界跟我的村子差不多 大家都叫他班杰明 我的名字也跟 在村里差不多 班杰明就这样活了一辈子 不知道他其实没有离开他的村子 请问这故事教训是什么 这个我在国际预报上看到 到今天都还记得 班杰明的故事 所以我就非常小心 这鞋的鞋尖的方向 好 解僧族 一族管解僧妇虚 你看就刚刚那字 一个押解僧人去流放了 应该这样 僧固结 很狡猾 忠道 罪之已久 取刀 昆其手 就把这个竹的头发 直接让他喝醉 喝醉把他头发给剃了 然后自己脱一所 反谢之而异 就跑了 自己就跑了 那那个玉竹呢 就要加解他的那兵呢 就被剃了头 赤着竹雾 被剃了头兵醒来了 求生不得 何让跑哪去了 自磨其手 就发现自己的 就摸摸自己的头 居然昆眼 哎呦 竟然凸了 又锁 而锁又在向 想说哎呦 这绳子在我脖子上 哪一大插 哎呀原来是这样 僧固在此 那我去哪里 原来没错 那生没跑 那我跑哪去 我觉得这个故事 非常非常的存在主义 我觉得这大概是少数 哲学故事之一 如果放在柏拉图 苏格拉底 这大概可以变成一个 很重要的哲学论辩的基础 这样 可是我们这里只当笑话 有点可惜 接下来有一个 这个算是中国人的 一个算习俗吗 就打喷嚏这样 好先讲完这个 我再讲 一个乡人从城中归 从城里面回来 到城里大概做生意 还干什么 问其契约 我在城中连打喷嚏 为什么 我为什么连打喷嚏 他也就说 是我思良你故 就因为我想着你 所以你会打喷嚏 他日挑奋过围桥 那桥大概木头快腐烂 叫围桥 父母打喷嚏 鸡尸竹 差一点掉到河里去 乃骂约 骚花娘 就是思良我 也须看什么所在 打喷嚏了 然后差一点倒了 以为他太太 又在思良他 就想念他 你们在家里 有没有人吃饭掉筷子 你妈会说什么 我吃饭掉筷子 我妈就说 有人要请你吃饭 所以这是掉筷子 常常有人有一些 有些奇怪事情 不过常常 每次人家请我吃饭 我也没每次掉筷子 那天掉了一次筷子 好不容易 不小心又掉了一个筷子 没接着 我妈也说 哎呀 那个人家请你吃饭 我说是我请人家吃饭 所以我今天就请人家吃饭 好接下来第七卷是 细余部 说乐极生悲 圣极必赴 自然之树也 干客之后流为贤汉 这干客 好像就是嫖客的意思 不知道是不是 赌场之中必有偷儿 君子亦何必 坑坑然装 盗学强哉 这个装 我们现在大家都不用这个装了 就是服装的装 就是假的意思 妙在世性而已 细余部没有什么我觉得有趣的笑话 接下来第八卷呢 叫赐俗部 讽刺世俗 人有百病 为俗难医 那俗怎么是病呢 那台语就是俗嘛 对不对 那俗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世俗 要跟大家都一样啊 有俗骨者必有俗态 有俗套者必有俗长 这作文了啦 有俗欲者必有俗磊 只与称同俗无次 岂其然哉 即赐俗部 这个俗有哪些呢 他就总共大概有小气鬼啦 说吹牛的啦 好面子的啦 不笑媳妇啦 怕老婆的啦 灌说谎的啦 那笑话大概都是这样的人 好 那这个一个第一个笑话 射虎 拿这个剑射这个虎 一人为虎挟去 一个人被虎叼走了 其子执弓足之 他的儿子呢 就带着弓箭去追 以满欲射 这个宫已经拉满了 准备射这个老虎 傅从虎口摇位之约 这个老爸不是被老虎叼去了吗 老爸还说 你要射他的脚啊 不要射坏了虎皮啊 免得虎皮到时候不好卖啊 这种吝啬的老爸 在传统笑话里面经常出现 好 这个144眼 143 一直看144 溺水 说一个人溺水 其子呼人急救 赋予水中探头约 这也是那种小气的老爸 是三分银子变救 如果多要了 不要他 不要请他来救我 所以他要被救 希望便宜一点被救 这带来说 救护车要不要钱啊 不要钱的我才要做 要钱的救护车 我就不做了 原则上 你打119来的救护车 都不用钱 这是我打过 你如果是民间救护车 有的时候你从医院回家 医院不负责 但因为你的状况 譬如说你不能坐着 坐着计程车回去 你得躺着 你就得叫民间救护车 民间救护车呢 就需要钱 多少钱呢 医院的护士会跟你讲 至于你要哪一家呢 有的医院避嫌 就是说我们这里有三家电话 你自己打 你自己决定 所以在医院急诊室呢 常常会看到那个 小的那个名片 救护车公司的 有时候会插在墙上 有任何可以插的地方 就有一个民间救护车公司 电话号码 那有的时候 医护人员 或者志工会告诉你 那有的医院又严格禁止 怕有官商勾结的嫌疑 那那个救护车 从医院回去的 就比较不紧急了 因为只是回去运送上方便 所以他呢理论上是不能开 那个嗡音嗡音嗡音那种声音 他就是跟着一般人 这样子回去 这我叫过啊 我有经验的 好 猴 猴子 一猴死见明王 求转人生 所以我希望下辈子 能变成人呢 明王说 既遇做人 须将毛尽拔去 你做人可以啊 要把毛全拔光了 即换夜叉拔之 夜叉 你们现在大家知道 犬夜叉 就这来的 方拔一根 猴不生疼痛 王笑愿 看你一毛不拔 如何做人 这一毛不拔 是讽刺这个猴子 你看那个西游记里面嘛 孙悟空 对不对 有那么多毛可以拔 拔了一根毛 呼一吹 七十二遍 所以这个孙悟空 是这样子 指食为经 说一个贫视 一个贫穷的读书人 欲故人于途中 故人以得先术矣 说这个碰到一个 以前的朋友 这个朋友呢 练到先 这个德呢 一些木科版的书 就是写得像三连水 其实三连水 有时候跟那个双人旁 几乎上差不多的 都是三话 写得不清楚 就是双人旁 那写得清楚 写得不清楚 或写得怎么样 就是三连水 有的时候是通用的字 这里不是打错 说乡老苦弊 因子到旁一专 成赤金正之 说好吧 那既然我们是老朋友 我已经得先术 这样吧 我就点石成金 一指 变成金块 送给他 事贤其少 我们认识那么久 应该有那么小一块 更指一大石为正 这指应该是手指头的指 这个指是可能是错的 事贤未矣 还是太小 这还小啊 一个大石头呢 金砖呢 先曰如意如何 事曰愿起功辞职 我希望有你的手指头 你把你手指头送给我好了 这点石成金 这故事好像跟外国的差不多 对不对 你要他的指头 你还能够变化比较多 你只是要那个 以后他走了 你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点石成金 跟指石为金 那照方便 有照方便密立者 照方便呢 就是照厕所 古代大概的厕所都很糟糕 所以没有公共厕所 所以他就照方便密立者 密立就是希望能够赚钱 密是寻找 立是赚钱了 就现在来讲 摇见一人皆一 知必小姐 这个说 哎呦 他解开一衣 那个皆一 古代因为穿的是马褂 所以男人站着小便的时候 要把那马褂呢 像折那个三角形一样 就折到这里来 要塞到腰缝里 然后可以从这里小便 所以穿马褂 小便 男人很不方便 很不方便 如果用传统站的方式 好 孔其王所对临侧 怕他到对面临家去 故未为出公者 就装作他是出公式上大号 而先距其上 小姐者果腹己侧 有两个厕所 他就只把人家厕所占了 这样他就会 人家就用他的厕所 用他厕所他就收钱 久之 其人不觉 杀一屁 带下多少粪 这人在身体中央不太好 放屁的时候 竟然连粪都出来 乃大悔恨约 为小师大 这为小师大 好吧 这就不宜多解释 这个十分笑话 不宜多解释 另外孝顺媳妇 其实是不孝顺 但是这个翁 是这个老翁 老翁就有三个媳妇 我家有三媳妇 聚集孝顺 都很孝顺 大媳妇怕我口淡 见我进门 变增咸了 增咸 这是用酱的 增加咸味 老人家的那个味蕾 都比较这个迟钝 所以吃的都比较咸 你到你阿公阿嬤家 通常吃的都比较咸 一个是因为老了 另外一个是用错的油 或者买错了盐巴 好 这个 这是大媳妇 二媳妇怕我寂寞 时常打铜骨 与我听 其实就是要吵她了 怕她 她认为是怕她几分 第三媳妇更孝 闻说夜饭少吃口 活到九十九 所以早饭就不与我吃了 不给她吃早饭 这三个媳妇 在中国大陆呢 媳妇这个词呢 有时候是指自己的太太 那这个在古代还是指自己的儿子的太太 所以自己的太太跟自己儿子的太太都叫媳妇 这个就很尴尬了 那日本人呢把这个媳 是媳吧 日本人把媳呢 这个字当成女儿 是不是媳当成 娘 对吗 我们的媳不是女儿 我们的媳要不然是太太 要不然就是儿子的太太 好 台湾比较把自己的太太叫媳妇的很少 除非你是大陆来的 家里有这个习惯这样讲 但大陆有些地方是这样讲的 必打 一人被欺打无奈 钻在床下 几乎你快出来 答应难瞻大丈夫 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哇 这笑话从小就听到过 不知道原来是明朝的笑话 这怕太太的人 有时候很有原则的 如今为男子大丈夫者 大半皆此辈 可叹可叹 有什么好叹的呢 每个时代胡适也说过 林玉堂也说过 都有这个PTT俱乐部 PTT就是怕太太 这个也有人说怕 嫁妇大丈夫 这台语说的怕太太才是大丈夫 这种话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有人真的很怀疑 说我们中国古代 真的是男性中心的 是男权社会吗 男权社会可能是在正式场合 是男权社会 在日常生活场合 可能都是女人比较大 这个当然就有争议的地方 女权主义的当然不相信这个 觉得你们男人故意耍的那个 在很多社会的制度上面 女人还是不利得多 受教育 女人就不能受教育 在古代 哪像现在 古人 古人要是穿越过来 第一个最惊讶说 竟然在 第一个有大学教育 有大学教育这件事情 第二个 竟然台教育里面 还男女混在一块 我想这是古人会觉得 很奇怪的事情 好 145页 就说 郑夫刚 重怕老婆者相聚 也PTT俱乐部了 寓意不怕之法 我们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们男人当志强 我们该想出一个办法 不要怕的 以郑夫刚 这样才让人家觉得 我们是丈夫 或孔之约 有人说 不行啊 各位大哥 列位尊扫文之日 以相约即刻一起打字 各位的嫂夫人 都知道你们在这开会 已经相约了 要打过来了 众骇然奔散 变成那个漫画 或者动漫 非常非常的那个 砰 这样一阵烟 全部就散 唯一人坐定 只有一个人不动 想说 哇靠 这人太厉害 这人不怕吗 仔细一看 他已经吓死了 不是不怕 光听老婆来 要杀过来 他就已经吓到不行 这样 另外一个叫 第九卷 叫龟丰部 穆罕子说 妇人无德 无才即德 女子无才便是德 这不是孔子讲的 这不知道谁讲的 孔子没讲过这话 然者有才可称 由非所上 况取而知喷饭者乎 说笑话让人喷饭 这在古代就有 所以各位不要在 人家吃饭的时候 说笑 这叫让人喷饭 好 那这第一个笑话 题目叫做问嫂 问嫂子 一女为嫁者 思问其嫂约 这就是小姑了 问她的嫂 嫂说 此事婆乐否 结婚那件事情 要做那件事情 是不是快乐的事情 嫂约 嫂嫂说 有啥乐趣 这什么好乐的那件事 只为周公之礼 制定夫妻儿 这就是周公 制定夫妻要做的事 这个以前说 周公制礼作业 那个正式的说法 当然不会把 这个夫妻的事情 摆进来说 但是这个笑话 是这样讲的 即女嫁后归宁 女嫁后归宁 就是归宁 就是回到自己的娘家 一件嫂及约 好个谎说呸 大嫂你说错了吧 这事儿 怎么会没乐趣呢 这事儿有乐趣的 旧话于 有出嫁的枯问嫂约 这另外一个类似的笑话 回家归宁问嫂约 说 此理何人所知 嫂约周公呢 是周公的 女将周公大骂一顿 你就王八蛋 满月归宁 问嫂约周公何在 嫂约你寻他做啥呀 女约欲之一邪 谢之耳 所以刚开始不喜欢 一个月后就喜欢这事儿 这个显然就是 没有性知识的 那天我去演讲 在台大教职员的 福利会上演讲 在第一会议室 就有人 我的演讲通常都是 叫人家匿名问问题 问书面问题 就一个人问了一个说 有关性行为的事情 该看什么书 或该怎么办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因为常常有这个问题 一个类似的问题 在同一间第一会议室 在好几年前 台大的家长 家长团体 请我演讲也在那 然后就有一个人问一个问题 说我看见我儿子 在看黄色书刊 或是看AB 请问我该怎么办 我的回答都很简单 我说第一个 大概是人经过了青春期 都会有性的欲望 特别是男孩子 表现得比较外显 女孩子可能没那么外显 男孩子大概就是 看黄色书刊啦 或者看AB啦 这种 我说你以其让他看 不如教育他 但你教育他 把他抓过来跟他谈 说儿子啊 你看什么AB啊 这不是太尴尬了吗 儿子跟你谈这个问题 不管你是爸爸或妈妈 妈妈已经够尴尬 爸爸在谈 那不是更尴尬 父子要怎么谈话 爸那你喜欢哪个女哦 我喜欢这个 爸你跟我口味哦 真的是很像 对吗 谁叫我们这父子呢 能这样讲吗 这是很怪嘛 对不对 但你不讲 那他要怎么学呢 所以我就说 这个你就去买书 放在家里 一本书全家可以看 就像黄历一样 我说这每个人家 都要两本书 一本就是黄历 一本就是这种 性爱方面的书 规规矩矩的 性爱方面的书 我说这个书的好处 跟黄历类似 就大家自己看也会懂 这不必 黄历有人看不懂的吗 说我要去上课啊 我看不懂黄历啊 有没有开黄历解读的这种书啊 什么共和国导读 黄历导读 要开黄历导读 当然不得了啊 要专家才能教的 还包括今天日出时间是多少 那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总而言之啊 我就建议他们去买一本书 各位同学我也建议大家啊 这个不能删掉 这是很重要的性教育课程 而在台湾你可以买到一本书 叫《心性爱圣经》 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啊 大辣出版社出版的啊 这出版社如果不方便 可能可以消音这样啊 你到博台网站 这种网站就有或者 那都是玻璃子包的 只要证明你18岁就可以买啊 这种书的好处第一个 它是正常的性教育 是个医生写的啊 告诉你都不是那种色情论 真的是性教育的 然后告诉你怎么样 认识自己身体啊 然后性行为的一些 要注意的事项 然后有图片教导你 也有一些安全什么什么 都告诉你 很正规的书 真的非常正规的书啊 所以你可以买这种书来看 我觉得如果各位大学生呢 更应该每个人都看过这本书 不管你何时要从事性行为 这个你会做 总比你完全不知所措要好 你会做呢 你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做 不然你不会做呢 真的让你能做的时候 你都守住无措 我再举一个例子 新婚之夜吧 你可以幻想你的新婚之夜嘛 对不对 你新婚之夜大家都祝福你们吗 希望你们能做嘛 那假如那天还是你们第一次做 OK了 大部分人现在都不是第一次做了 在那天 好你要第一次做 那你总之坐在床头 然后说 那个吧 好啊 那怎么办 先脱了衣服吧 好啊那接下来呢 你干嘛 还step one one two three啊 我们看旅馆的AV吧 看AV有的事情 特别是女生 因为AV大部分是根据男人的需要来做 那女生觉得可能很受入啊 我干嘛去做那种事情 那有人可能一开始对性的关系 或对性的活动 两个人不能够有共识的时候 那就一个人想做一个人不想做 那你的就种下了两个人分手的根源之一啊 那每次到了夜晚就会很紧张 女生就会很紧张 啊我头痛 你头痛啊 你不头痛怎么办 你不头痛马上就面对那个问题啊 所以大家不愿意把它说出来以后 这问题就很大呀 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你也去了解一下你自己 然后大家真的诚实沟通 有时候你想要两个人都想要OK了 有人不想要了解原因 不然的话这会变成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像这个问嫂这个事情就是这样 就是那时候都没有性教育 所以你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你要怀孕能不能怀上孕 你不想怀孕要怎么避孕 这都是相关的他都有讲到 然后包括其他的其他的东西 这样 所以老师也不好教你啊 老师公开讲这事情也怪怪的 这个有时候闺蜜之间 大家讲得很含蓄 那以前男同学之间呢 有人就是那种很臭屁的 你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讲那种长短的问题啦 时间持久的问题啦 这种都是有点无聊的事情 真正健康的事情有没有人去谈 我觉得现在有这个机会 所以建议大家 各位男同学女同学 尤其如果你真的交往一阵子 大家买一本书来看 因为有一天你们大概会动胃条 你们会去做某些事情 做某些事情最好能做好这样 不然的话很尴尬 那另外一个尴尬的问题 比这个还不尴尬的 就接吻的问题 我可不可以调查一下 这我调查过 你们认为接吻需不需要练习 认为接吻需要练习的同学请举手 好 很少 认为接吻不需要练习的请举手 你要接吻一定会接吻 好 谢谢 也很少 那你们不举手的是什么 很尴尬的问题吗 不知道该举还是不该举吗 我那天又看了这爱情现实签这个电影 他们两个本来是要假结婚嘛 可是大家就怂恶他们要接吻 两个完全甚至有敌意的人 不要讲不认识 有敌意的人要接吻不容易的 你以为你今天碰到一个人要跟你接吻 你就能接吻吗 你头指歪哪边 鼻子会不会撞到眼睛要不要拿下来 很多细部的问题的 很多人接完吻以后第一个牙齿撞断了 有人嘴唇吸肿了 还有一个女同学跟我说的时候 我才真的很压抑 真的我说为什么要那个 先讲这个女同学说 有一次一个女同学说 老师你觉得蛇吻怎么样 我说很浪漫啊 French Kisses 加上French东西大家都不会太差吧 比如French Fry啊 也很好吃啊会胖就是啊 对不对 他就老师我问你问题不要那么差题好不好 我说那你为什么要问 他老师我觉得蛇吻很恶心 我怎么会 他老师对我问的所有男生 包括现在的男同学 我那时候已经是老师 他问他男生都认为 接那个蛇吻很浪漫 我们来测验一下 男生认为蛇吻很浪漫请举手 男生 你们俩不认为啊 你没几个人啊 男生很少 好吧 你不认为很浪漫啊 你们是男生没错嘛 我没看错是不是 你觉得是是 我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 不一定 说不蛇吻也可以很浪漫 是这样的意思 都 就都不错 好谢谢 有自信的人 老师认为蛇吻很浪漫 因为我那时代好莱坞那些人很会吻啊 你就觉得哇 然后吻的你知道吗 那像异形进到你身体那样你知道吗 然后日本人的吻呢 就日本到现在为止电视剧的吻 我还是觉得日本人吻得很不情愿这样 日本人很吻 你看那个海角七号好不好 那个不是范逸臣去吻 那个田中千惠的时候嘛 在那沙滩上包含那海报都是那样 各位那吻是非常不爽的一个吻 为什么 他抱着他那女的两只手下垂啊 这表示那女的吓到你知道吗 这身体语言 外国人的吻都是像章鱼一样 你抱着我抱着你根本就是小丸子 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 哪只手是哪只手都搞不清楚了 那个日本人的吻 还有那个海角七号吻 我觉得非常非常不自然 非常不自然 完全不投入 好了那是蛇吻的问题 然后他说老师怎么会浪漫呢 他说你不觉得好像有一只荣源进到你的嘴巴里吗 荣源 他老师就是像壁虎一样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 我是觉得这比喻怎么会那么夸张呢 所以害我后来完全不能想像蛇吻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对不起啊同学 我如果把这个讯息 迟到你的脑部里面 我真的非常抱歉这样 这段可以看看要不要删掉 免得到时候没有人敢舍吻这样 可是有人觉得很浪漫 有人觉得不浪漫 总而言之 前一阵子 大概几个月前嘛 我看到日本的一个报道 因为我觉得接吻需要学习 可是接下来说那跟谁学啊 不是吗 这很尴尬 跟谁学啊 对不对 你不能跟着镜子学啊 那镜子没感觉的 结果日本呢 竟然出现这个新闻 说日本呢 现在年轻人之间 开始流行征求文友 Kiss friend 大家可以来练习接吻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如果还有再起来 我觉得真的很酷 这就是我的想法 只是说 大家会觉得 这接吻怎么能够练习 那不能练习你又不会 要跟自己喜欢的人练习 跟自己喜欢的人练习很尴尬的 我跟你讲 你这样有机会你就知道 可是你要说都练习好了 第一次接吻 那家伙一定会认为说 你很有经验 你要怎么回答呢 你要回答是哦 好像又太那个对不对 你要回答说不是啊 又好像又太那个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很tricky question 你是回答是好像也不对 回答不是也不对 同学不要说老师没教你 这是困扰啊困扰啊 dilemma 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装作很陌生不会吻呢 还要装作很老道很会吻呢 我希望你人生没这个困扰 好吧从问扫提到这些 第十卷呢叫做形体 说唐伯虎先生自体小象云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 社会学里面讲自我非常重要的一段 如果可以用上 你问我问你是谁 你原来是我 我本不认你 你却要认我 我少不得你 你却少得我 你我百年后 有你没了我 真酷啊 不知道在讲什么 唐伯虎这人 大家在骗秋香的时候 讲出来的话 伏既有年同进 则西施摩摩 均复之一孝可也 即形体不 讲人的形体 第一个讲了这个老面皮 这是咒 众论 众贤论 世间何物罪应 这个听起来好像很色情 说石头罪应 说石头也可以被击碎啊 金子 金子也可以被凿啊 最后一人只有 只有虚者曰 指 这个指也打错 应该是指着 指着那有虚人说 唯老兄虚最硬啊 金子不如 你的胡须最硬啊 有人说 譬如指着孙老师的胡须说 你的胡须最硬 那我们大家觉得违反常识吗 为什么呢 他说你看 这一副面皮里 亏他钻得出来 意思是说这人厚脸皮 这个胡须都还钻得出来 可见胡须很硬 西方同学不是这样看老师的 不然老师极度尴尬 好 他说那有人朝有虚者 朝有虚者呢 复之约 然后有虚的人就回说 你我看哪是硬 你的面更硬呢 你看 你的硬虚还钻不过 你看你有多硬 我这脸皮 好歹我胡须钻得过 你那脸皮呢 胡须都钻不过 所以你没胡子 你那脸皮更硬 所以这是一个强词夺理的一说法 好 那谬误部 常文 慈隐先生论取家之物 有名周为圣者 无因圣与藏童 这不知道怎么发音了 因忽为周为藏 后又而为周皮匠 再挤过称为周师傅 就一个人的名字 因为与方言的问题 一直被换 又有童子报 新闻与主人曰 请过学院门 建议黑面秀才 道骨而入 背忠师而贵 忠师命 吐其肚皮 是何为也 结果就主人 以而察之者 一事以反代如今 背择耳 是之孝者 若如此 就是那个古代的 尤其明朝 明朝那个世人 戴着一个头帽子 他反戴了帽子 被看错了 好 第一个笑话呢 我选的是教税 比较他年纪吧 一人心育女 由于二岁而来做梅 刚生一个小孩 以前的子父为婚 前路曰 我女一岁 娶儿两岁 你儿子两岁 若无女十岁 娶儿二十岁 安得许此老旭 这当然是数学算错了 七文之曰 如物仪 如女 今年岁一岁 明年便与 如儿同更 如何不许 明年他们俩就一样大了吗 这结婚是什么问题呢 两人数学都不好 第二个叫看静 看出外生理者 妻主回时去买牙书 有一个人在外面做生意 她儿太太嘱咐他 你回来的时候买一个牙书 为什么叫牙书 夫问其状 什么叫牙书啊 说就像月亮 夫货币将归 把东西卖完了 要回来了 呼一七语 想起她儿太太讲的话 应看月轮正满 说哎呦 太太说买一个东西 买什么呢 忘了 好像指着月亮 我去看看月亮 买月啊 那要买镜子 所以妻赵子骂月 牙书不买 如何反取一切 这不知道镜里面是她自己 你娶个小老婆回来 母闻之网劝 忽见镜 妈妈也没见过世面 照于我儿有心费钱 如何娶个婆子 你就算娶吧 也娶个年轻 你干嘛娶个老太婆呢 所以呢就到了官府那边去 官差网居之 渐进匡云 如有就捉违宪的 即审 致敬于暗 官照见 大弩云 夫妻不合 是何必秧 相换来讲 都不知道 那个是自己 所以就一个一场乌龙 非常适合当今的政坛 接下来叫日用部 日用部 讲到人之日用 莫于也耳目口鼻四肢 然而忘其用者 一知也 福一知有有笑颜 况其外者 第一个讲豆腐 这是吃的 一人留客饭 留他吃饭 只豆腐一味 没别东西 只有豆腐 自言豆腐是我性命 绝他胃不及 也说 为什么只有豆腐呢 因为豆腐好吃 我爱他 这是我的命啊 不吃豆腐不行啊 一日的客家 客既其食性所好 就那个客人 当初的客人 到人家家去了 那当初的客人呢 就给他 哎呦 记得他喜欢吃豆腐 乃于鱼肉中各货豆腐 把豆腐跟鱼跟肉 总货在一块 其人择鱼肉大胆 奇怪 他不是喜欢吃豆腐吗 怎么只吃鱼肉呢 客问曰 胸长曰 豆腐是性命 如今如何不吃 你不是说豆腐是你性命吗 怎么现在不吃了 答曰 建了鱼肉 姓名都不要 所以是小气 请人家吃豆腐 那人家请他吃鱼肉了 古代吃鱼肉很罕见了 现在吃豆腐 真的是 真的是不怎么样 那天有一个人 那天有一个人传一个历史上的照片给我 看完以后他说不胜唏嘘 我也真的无言 照片上写什么呢 1945年上海闹饥荒 那张照片是一个小孩在吃东西 他说上海贫困家庭只能以大闸蟹冲击 1945年 有一张照片 就一个上海的一个很穷的小孩 穿着非常穷 那个小桌上一堆大闸蟹的 无言了 彻底无言了 1945年 记住 上海贫困家庭 小孩以大闸蟹冲击 这历史真的是好诡诀这样 我不知道卖大闸蟹的 要不要放上这张照片 让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大闸蟹是那么高档 原来是一个1945年的时候 是另外一回事 报纸上的一张照片 那147月讲到猫跟老鼠 我们就跳过一个笑话 说猫像是脖子 脖下藕带树珠 有的时候是主人为了猫打扮漂亮 给猫带一些东西 老鼠见那个珠就说 哎呀 猫开始吃树了 就像在很多人呢 这个吃树的人会带这个佛珠 带在手上 有的带左手 有的带右手 你看带佛珠的人 就不同的佛珠 大概都是吃树的人 这个老鼠就这样看 猫吃树 帅起子孙 翼猫言谢 说哎呀 恭喜猫大爷 你吃树了 猫大叫一声 连弹速鼠 就把那个老鼠给吃了 然后这猫老鼠挤走 脱约 伸舌约 他吃树后越来越凶了 他不知道猫没有吃树 他也不知道那个珠子是人家带上去的 吃树后越来越凶了 这当然是骂吃树的人了 因为吃树理论上呢 是因为不杀生 不杀生呢 就是说你不会累积动物的怨气 那动物被杀的时候都有怨气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 所以你吃那个动物的肉呢 就是会累积你的怨气 这当然有人会嗤之无忌了 但有人是这样相信 好 那这个就是吃树 你的猫 然后再跳一段好了 卷十三的赵人 玉皇大帝私行为福出巡 见夫妇刑房 他不知道那怎么一回事 因为神明不用这样干事情 只有人类这样干事情 就问土地 土地就是土地公了 说这怎么一回事 他们在干嘛呀 打约赵人呢 他们在赵人呢 说那一年造几个啊 说这都造一个 既然如此 何萧德这等忙 一年造一个忙成这样 真划不来 这是玉皇大帝造人 另外仙女的故事 董勇 因为董勇的故事呢 在我们那时代拍过电影 还蛮轰动的 叫七仙女 说董勇笑醒赶天 他父亲过世了很穷 没有办法买棺材 就卖身丈夫 就卖了自己 就卖身丈夫 然后呢 这个仙女看他笑醒 其中有个仙女呢 就爱上了他 就下凡来 变成他太太 帮着他这个 还了这些债务 然后就回到天庭去了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 好 那这个是董勇 董勇行笑 叫上帝命一仙女嫁之 这个跟传统故事是一样的 众仙女受刑的时候 嘱咐他说 辞去下方 若有更行笑则 千万记个信来 因为这些人都想下凡去 嫁给孝子 另外一个笑话 当然另外一个讽刺 就是说 已经没多少孝子了 孝行楷模 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很少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孝顺 另外千里马 关公乘赤土马 这个大家都知道 日行千里 周昌握刀重行 日益千里 公连之玉密一马 四个烟 说哎呦 你就这样跟着我 太累了 我就找一匹马给你吧 赤土马到处找 哪有 便所无千里者 只一马日行九百里 九百里一千 差一百 乃后驾 后驾驶之正昌 就花了钱 大钱买了 送给周昌 周昌蹭躬重马 一日差百里 两日差两百里 昌恐施工 乃下马步行 又不忍弃马 难以锁转马 转马提 玄之刀头 这个字表该怎么 兼之而飞走 所以周昌最后 刀上面 那个刀脊上面 还拽了一匹马在走 因为他走得比较快 比马还快 所以这应该不是笑话 这是很好笑的一个场景 如果画起来更好笑 你送我一个东西 反而增加我的累赘 好 另外这个笑话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老的笑话 好像在笑林里面就出现过 或问 孔门七色闲人 以贯者几人 未贯者几人 那贯是成年贯礼 才能戴帽子 达约已贯者三十人 未贯者四十二人 说 读语里面有贯者五六得三十 童子六七人 六七四十二 三十加四十二 刚好七十二人 后来三千弟子 后来都啥结果 打约张死战国了 2500充军去了 500个做了客商 说你又是合政 论语的注解 你没有讲 2500人为君 500人为吕 这是在注解那个 济世吕于泰山那个吕字 引述巧合如天成然 所以这个就是笑话 这笑话也很久了 我年轻的时候听到的时候 是在唱片里面 小盘的黑胶唱片 好 另外一个是论语笑话 所以由于富翁之力 得众魁选者 所以因为他考试 不是靠他自己 是靠着他们家的老丈人 才有办法选 霍卫与曹子曰 孔门弟子入室 临街小间报 子彰十九第十九 子彰第十九是 子彰第十九篇 在论语上是这样 但这就被讲成 子彰是排名第十九 众曰他一貌堂堂 国有好处 又报子录第十三 以前众几人都要报名字 说这粗人也众得高 亏他一阵气魄 又报 严冤第十二 众曰他最有学问 屈了他一些 那么有学问竟然才十二 龚野长第五 那人平时不见整地 这道德高中 一人说他亏有扶持 说谁扶持他 他藏人 龚野长的藏人 是谁呢 就是孔子 因为龚野长在雷泻之中 孔子说 非其罪也以其子 就是把他的女儿 这子不是他儿子了 把他女儿就嫁给了龚野长 那为什么嫁龚野长 龚野长到底犯什么罪 历史上讲的不太清楚 讲的最清楚的事情是 龚野长会听鸟语 鸟讲什么他听得懂 这家伙实在是太厉害了 然后后来有人就说 就是因为他听鸟语 就避了祸 然后后来大家说 为什么这祸只有他避得了呢 一定是他干的 结果他就被抓去关了 有人是这样讲的 所以鸟告他别去啊 那边有什么事啊 这样这样这样 好那最后一个笑话 不是最后一个 就是翻到最后一页 149页 说一个有妾者与妻云与间 这个人跟他太太在做那事 妾约你身在这里 心自在那边 这妻子撒娇了 说我看你身体在这 心也在你的妾那边 夫约若然 带我身在那边 心在这里如何 如果这么讲 好那我去跟他做 那我心放你这儿怎么样 这个当然是丈夫很厉害了 会这样讲 这叫时空女人 以前有一阵子 我刚好时空女人在演的时候 我太太就说 你在看什么电影 我说时空女人之妻 时空女人 我说对啊 她有时候会到别的地方去 就不见了 我太太说这分明就是搞外遇 还说自己时空女人 就把那电影骂了一顿 所以到现在 我没好好看过那个电影这样 因为我太太觉得 那根本就搞外遇的借口 还时空女人呢 太太一骂我就不能看了 对不对 我一看不就在干嘛呢 对不对 所以我这人不是时空女人 好最后 有妇人以护 站在门口 身体靠着 行者停幕看这妇院 看什么 抠出你这双眼睛 这太太很凶啊 这妇人 其人约 娘子若抠下千万放在马桶里 你把她眼睛抠下来就放在马桶里 这样我还可以看到你 这不是大色胚子吗 你看这真的古代人很 古代人就很色的 亲嘴 最后 一个人于无人处遇到一个女子 即拥抱亲嘴 这就现在叫性骚扰了 强制性骚扰了 妇人方怒惠 想骂她 其人约 不必恼我 我只怕你要如此而我是什么正经 这句话当作笑话 还是很不恰当的现在 她说 你干嘛恼火呢 我以为你要我亲你啊 那你 你不要我亲就算了吗 这是一种无赖人讲的话 好了 那就这样吧 我们就今天先上到这里